明明都是绅士凄惨的孤儿 女孩却拼尽全力保护男孩的安危 甚至睡着的时候也要贴身守护 只因她意外觉醒自己是穿越着 原著中的女孩作为炮灰反派 因为欺负男主戴米安被赶出孤儿院冻死街头 为改变悲惨命运 爱丽开始了作为戴米安的保镖声音 只要坚持到修埃兹公爵来收养男主 按照原著剧情开启和女主幸福生活 自己就能保住小命重获自由 谁知剧情的发展逐渐离 公爵要把她也打包带回家 我要让她当我的儿媳 这个国家的贵族们一大爱好就是收养孤儿 孤儿院长为了讨贵族的欢心 也只收养那些长得好看的孩子 爱丽也是其中之一 可是因为她的母亲曾是神偷 爱丽因此遭贵族嫌弃被弃养三次 直到一次意外她觉醒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熟知原著剧情的她就期盼自己见到一个人 男主戴米安 戴米安曾是克拉伊德公爵家的少女 由于公爵家位高权重富可敌格 皇帝逐渐产生忌惮之心 最终决定除掉她们 公爵夫妇因此坠牙身亡 而克拉伊德公爵仿佛知道会有这一天 因此她早早留下了一封遗书 财产全部交给唯一的朋友修埃兹公爵保管 而修埃兹公爵也开始寻找 在事故中失踪的好友之子戴米安 而今天 就是戴米安正式登场的日子 从小过着奴隶生活的戴米安吃尽 被折磨得伤痕累累受弱爱情 爱丽看到她这副模样不免有些心痛 孤儿院长要大家给她介绍一下规定的离开 其中年纪最大的孩子卡塞气势汹汹地占了几个 带着几个小弟又要开始教育新人了 原著中爱丽本来也是其中一员 但这一是为了保住小命 她果断拒绝了卡塞的邀请 她看起来太弱了 注意到男孩失去神采的眼睛 爱丽回忆起自己曾经被欺辱的遭遇 忍不住一个机灵 正好到了吃饭时间 直到戴米安被欺负的日子开始了 爱丽打算洋装不知绝不参与 毕竟她是小说男主 有主角光环的她以后一定会过得很久 就算挨几顿打也不会怎么样 可嘴上是这样说着 身体却不自觉地想要去帮她 一想到那空洞的眼神 爱丽还是决定出手相助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当她敲开房门时 一眼就看到了被殴打贪坐在地上的戴米安 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不由出口讽刺卡塞 接着换上一副笑脸找借口说院长找她没有事 卡塞就这戴米安威胁了几句带着小弟们潇洒进去 爱丽这才上前查看她的伤势 见戴米安只是随意一擦赶紧制止 掏出从院长那偷出来的药膏要给她生意 可对方却说不用了 反正没等伤口愈合她就又会挨打 涂药也没有用 爱丽没想到她小小年纪就明白这个道理 反抗只会挨打 只有顺从才会平息暴力 但她还是把药膏塞给了她转身离开 爱丽本来以为看过小说就会对男主的伤痛无感 但是一看到她那张和自己一样可怜的脸 还是会莫名有些揪心 男孩身为帝国首富家导 日子却过得不如一条狗 自从父母被皇帝暗杀 幸存的戴米安就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奴隶生物 哪怕在波尔院被人欺负 她也只是忍气吞声能狗则狗 吃饭时爱丽没有看到戴米安 不免有些担心 怕男孩饿着肚肉 爱丽专门把面包省下来想带给她 可四处都不见人意 这时卡塞带着小弟走过来 卡塞告诉爱丽刚刚她偷听到院长聊天 说戴米安以前是个奴隶 还在一片漆黑的地方猎杀过魔物呢 就她那幅小身板怎么可能呢 爱丽你该不会是对那家伙感兴趣吧 爱丽心下一紧 卡塞这个人欺负过孤儿院里大不法 特别是对爱丽感兴趣的孩子下手更狠 只因她对爱丽抱有好感 绝不能让戴米安再被她欺负 爱丽玩耳一笑 没有啊 她刚刚好像去仓库了 可能老师们带她去开小灶了吧 毕竟她长得那么好看 所以才偏爱她 店长还说她能猎杀魔兽 那她实力也非常强的吧 爱丽的夸赞让卡塞非常不爽 为了证明自己比戴米安强大 卡塞带着小弟就要去仓库教训 这时爱丽叫住她 这是我专门留给你 这倒让卡塞有些不好意思 她以为是心上人的示爱 没想到是挖的大坑 等到他们到了仓库没见到戴米安 却被老师当作小偷抓了现行 手里的面包更是作为脏物证据确凿 迎来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直到夜深人静 爱丽独自出门寻找戴米安 想到她曾在漆黑的地方杀过魔兽的传闻 不会是躲在树林深处吧 在原著中公爵曾问过戴米安 为什么她小小年纪剑术就如此出色 为了在黑暗中活下去 我必须苦练剑术 原本以为这句话只是为了 风托男主阴暗的成长环境 直到看到躲在树林里缩成一团的男孩 爱丽才知道 这就是现实 你这样会生病的 卡塞那群人已经被老师教训 今天可以放心睡个好觉了 跟我一起回去吧 可戴米安一动不动 那只是暂时的 明天他们就回来了 我还是觉得这里更舒服 爱丽意识到 戴米安一直在黑暗的深渊里饱受折磨 她宁愿在冰天雪地里待着 也不愿和人待在一起 可哪有人愿意总是如此 她向男孩承诺 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就算回来了也很快就会消失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看着女孩温柔的脸 戴米安有了一丝恍惚 爱丽给她要高的画面再次浮现 从未有过的温暖感受包裹全身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想这么做 这是爱丽的真心话 她不能再像原著剧情里那样凄惨 她向男孩伸出手 我们去吃饭吧 戴米安牵住了那只手 仿佛牵住了逃离黑暗的希望 女孩悄悄带着男孩走进卧室 张口叫她脱衣服 这让戴米安很是懵圈 我让你脱衣服 不然你怎么洗澡 只有院长房间的浴室里有热水 你在雪地里冻得快成冰块了 不赶快泡泡走 生了洞窗会烂手烂脚 见男孩半天没有反应 爱丽以为她是在害羞 谁知戴米安怯生生地说 我的身体看起来很恶心 你看到以后肯定会被吓到 爱丽反应过来 她以前做牧笠的时候 身上一定是伤痕为累 爱丽握住她的手 你的身体一点都不恶心 所以你没有必要沮丧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院长回来的话我们就洗不了 说完戴米安就被扔进了浴室 男孩全身浸泡在热水里 久违的舒爽感受 也让她完全放松下 等她洗完后 爱丽叹着头问她是不是很舒服 并拿来干净的衣服给她穿 但是尺码有些大 只能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 爱丽还从仓库偷来了三明治给她吃 可从小过着奴隶生活的戴米安压根没有见过 简直离了个大步 那些个奴隶贩子到底是有多恶 居然这么虐待一个孩子 这个叫三明治 直接对着尖尖咬着吃就可以 看着爱丽吃得香喷喷 戴米安也学着咬了一大口 这是什么人间美味 这傻傻的模样就像脸蛋胖乎乎的小狗 看见戴米安的头发还在滴水 爱丽拿起毛巾帮她擦头发 还叮嘱她不要胆 关心的话语让戴米安更加依赖爱丽 甚至弯下腰方便她擦头发 乖巧的模样让爱丽心都萌化 这时爱丽突然注意到 她脖子的位置有一个类似野兽的伤 戴米安解释在主人捡到她时就有 因此她一直留着长发 爱丽听完只觉得难过 原著里的戴米安到底生活在一个多么残酷的地 她掀起男孩厚重的刘海 对视的一瞬间 爱丽被她的模样狠狠惊艳 这纯真的面庞 湛蓝的眼睛 简直比想象中的还要好看 看着女孩一直盯着自己 戴米安有些脸红 爱丽还以为她是发烧了 赶忙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我只是有点热 爱丽这才放下心 随后她带着戴米安回到了房间 卡塞被老师抓去还没回来 但是为了防止她回来欺负戴米安 今天你就和我睡一张床吧 睡 睡在这里吗 女孩作为男主保镖静置镜子 哪怕睡觉也要和她窝在一张床上 这让戴米安有些不知所措 在爱丽的催促下 她面红耳赤全身僵硬地挪上床 两人贴近的一瞬间 爱丽闻到了男孩身上散发的香味 真好闻再闻一下 呃 好像有点变态 爱丽向戴米安到了生晚安 见男孩一动不动 你不和我说晚安吗 戴米安说了生晚安 就把自己埋进被子 这模样简直要把爱丽萌话 爱丽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时戴米安真的大眼睛悄悄打亮着你 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负罪感吗 回想起这一天爱丽善待自己的点顶滴滴 我真的不恶心吗 她看向我的眼睛是那么的美丽 但我只是一个奴隶而已 我不能有所期待 不能期待 就这样想着 戴米安也睡着了 在梦里 过去所经历的恐怖再次醒来 黑暗中她独自一人 面对着那些可怕的魔兽 而她的主人 正饶有趣味地期待着接下来的厮杀 没有人帮她 她只能靠自己 和魔兽拼个你死我 戴米安 爱丽的呼唤终于把她从噩梦中解决出来 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这副模样让爱丽很是担忧 你出了好多汗 不会是生病了吧 这让戴米安有些不知所措 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她 她拽住想要去拿药的爱 强撑着说自己没事 女孩心疼地抚摸男孩的头 这让戴米安产生了别样的感觉 心跳不由加快 就像阳光温暖的她整腹身体 如果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的话 爱丽会不会对我更好用 正这样想着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卡塞怒气冲冲地推开门 爱丽 你是故意骗我的吧 识破了爱丽设的局 卡塞把矛头指向了戴米安 都是因为这个小子吧 爱丽挡在戴米安身前 你会被骗 还不是因为自己太宠了 卡塞气急败坏冲了过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正好此时老师进来 当场抓住她欺负人的证据 卡塞努力辩解 是爱丽先招惹 昨天去仓库 也是爱丽骗她去的 看到老师怀疑的眼神 爱丽细经上身开始飙息 她一副委屈巴巴的可怜啊 昨天戴米安生病了 我想找老师拿点药 可是卡塞却说 老师们都去赌场了 爱丽眼含泪珠 老师们怎么可能 抛笑我们去赌场闻闻了 听到这里老师有些心虚 因为她不仅跑去赌钱 还在仓库里和情人优惠 眼看爱丽越哭越委屈 还要去找院长 老师赶忙阻止 她把这一切都怪罪到卡塞身上 把她拉出去狠狠叫训 卡塞内叫一个冤 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了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看来短时间内戴米安不会被欺负 她转身看向一脸懵逼的男孩 向她得意地炫耀着 看吧 我就说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 小混混正准备报仇一雪前耻 可她哪是细经女孩的对手 对方只要几滴眼泪就能大获全胜 而她只能被抱坐观禁闭 卡塞气得牙痒痒 但恋爱脑的她一点也不觉得是女孩的错 一定都是戴米安那小子在捣鬼 你给我等着 我才会成为爱丽唯一在意的人 刚刚的闹剧结束以后 看着戴米安疑问的表情 爱丽告诉她 大人本来就应该帮助小孩子 以后一定会有人帮助你 到时候请相信她 就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爱丽在暗示她以后大公和女主的出现 可在戴米安的眼里 如天使一般的爱丽 才是未来自己幸福的比喻 爱丽不知道戴米安的小心思 还以为她很在意自己刚刚向老师撒谎的事情 爱丽正要解释 男孩却理解她做的一切 既然要报仇就是要狠心意 我虽然撒了谎 但这样比默默忍受欺负要强的多 她告诫戴米安 以后不要再忍气吞声任人欺负 看着女孩美丽的侧脸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种 一直以来她为了活命之懂得 听从主人的一切命令 现在为了爱丽 她决定以后一定要变得强大 要像她保护自己一样保护她 说到做到 这时孤儿院长嗨了一夜后宿醉醒来 开门就看到戴米安和爱丽在厨房忙 这个奴隶怎么会在这里干 原来院长和戴米安的主人达成协议 在她出门的这段时间帮忙抚养这个努力 不久之后再送回去 要是被她的主人发现曾经使用过她 自己肯定会被刁难的 院长正要叫住戴米安 突然被外面的吵嚷声打断 原来是卡塞偷跑出小黑屋被发现 她愤怒地要来找戴米安算长 院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老师解释说是卡塞从仓库偷了东西还一直狡辩 院长直接让老师把人带走 眼看着实在是躲不过去 不能总是我一个人吃亏 她手一指 其实戴米安也去仓库了 只是她自己逃走了 不是的 戴米安没有去仓库 她当时生病了 一直和我待在房间 艾莉立刻站出来为戴米安便捷 这倒让院长有些意外 自从被三次弃养后 艾莉一直都是默默无吻的 这次居然主动为戴米安说话 真是让人奇怪 在女孩面前乖巧温顺 可别人面前就暴露很利本性 狗狗男主双标玩得明明白白 只为独占女孩的那份温柔 就在刚刚 院长实在懒得管孩子们之间的纷争 吩咐老师把事情处理好 还要把戴米安带走不让她再干活 男孩却紧紧抓住艾莉的衣角 舍不得离开她身边 直到女孩摸摸她的头 告诉她一回工作完就立刻来找她 戴米安才依依不舍地跟着老师走了 吵闹的食堂里 戴米安独自蹲在角落里 乖乖等待艾莉来找她 她不想一个人待着 可更不想艾莉讨厌她太年人 直到听见艾莉的呼唤 刚刚的不快瞬间消散 牵着小手跟在她身后 小心翼翼问可以坐在她身边吗 谁知托米突然出现 发挥她电灯炮的强大威力 艾莉旁边的位置是我 原来在戴米安来之前 一直是她坐在女孩身边 戴米安怒火中烧 你谁啊你 为了照顾新来的戴米安 艾莉恐怕 帅气的男孩都会谦让不是吗 汤米立即让出座位 我让给你了 因为我是最帅的男人 说吧她看着戴米安稚嫩的小脸 还以为她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儿 这事突然传来女孩的哭声 原来是贝蒂吃饭时 不小心梦脏了娃娃 女孩让他们两人先吃自己去 别担心 玩偶只是湿了一点点 只要洗干净就没事了 姐姐这就去帮你弄干净 眼见艾莉离开 戴米安再次变得沉默不如 托米主动开始自我介绍 谁知对方只是冷漠地 瞥了她一眼就扭过头去了 汤米以为她是怕生 解释自己是艾莉的好朋友 以后大家可以一起玩 没想到一听好朋友这个字 戴米安的眼神立刻冰了 她阴沉沉地盯着对方 托米只觉得周围气温骤降 这时艾莉回来查看 问戴米安有没有好好吃饭 只见刚刚还低气压的男孩 立刻换了乖巧模样 点头如捣蒜 大口大口乖乖吃饭 托米的表情仿佛见了鬼 但戴米安的眼神警告 让她不敢多言 可内心忍不住疯狂吐槽 这个孩子单纯什么呀 简直就是头猛兽啊 艾莉你可被骗惨了 男孩明明是个能干掉魔兽的猛 却在女孩面前装成乖乖小奶狗 只为成为女孩心里特别的存在 这天戴米安洗完澡后 艾莉照常帮她擦头发 看着她嘟嘟的小脸很想 可想到要是她的脸蛋露出来 被哪个贵族看上带走怎么办 这可不行 按照原著剧情 戴米安的养父必须是修埃兹公爵 所以在他们见面之前 还是不要让别人看到她的美貌 二人回到卧室准备睡觉 艾莉指了指靠墙的一张床 告诉戴米安以后她睡这里 戴米安没反应过来 难道不能和艾莉一起睡了吗 男孩的情绪瞬间低落下来 她沉默了一回 慢慢地爬上自己的床 情绪相当地逼迷 像只被主人嫌弃的小狗 艾莉还以为她今天太累了 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到了我们 祝你做个好梦 戴米安沉思片刻 艾莉也祝你做个美梦 这倒让女孩受宠若惊 这还是戴米安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原来她的一句话 就能让自己这么开心 半夜艾莉起来上厕所 事实也正是如此 此时的卡赛正带着小弟围殴戴米安 憋屈了好几天 终于抓到机会出口恶情 我告诉你 你对艾莉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听到这句话 戴米安的眼神变得阴冷可怕 她死死盯着卡赛 回想起艾莉叮嘱她的话 戴米安以后不要再忍气吞声 任人欺负 男孩握紧拳头决定反击 可此时卡赛的话却让她顿住 艾莉对像你这种软弱的废物 才会心愿 你可别自作多情 以为自己多与众不同 她只是可怜你罢了 这番话让戴米安的内心崩塌 以前做奴隶的时候 这种伤人的话早就听惯了 可当她听到自己 对于艾莉来说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为什么像是陷入泥沼般窒息呢 戴米安心如死灰已经放弃了抵抗 卡赛却继续着她的暴行 她一把揪起戴米安 将她推入湖中 戴米安喃喃念着艾莉的名字 下一秒 艾莉就冲上前去拽住了戴米安 女孩怒气难掩地盯着卡赛 你这是在干什么 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身边的男孩不见了 得知卡赛把男孩带走了 艾莉连忙奔向湖边 这是卡赛惯用的伎俩 只要讨厌谁就把谁推进湖水里 艾莉感到时果然看见了这一幕 关键时刻她冲上去拽住了戴米安 艾莉质问卡赛是疯了吗 居然做出这种要人命的事 卡赛却很委屈 在她看来是艾莉变了 不仅不和自己一起欺负别人取了 还对戴米安这小子 态度温柔照顾有家 不在怀疑 一个月起向旁边躲开 卡赛却因为没收住力 直接栽进了水里 艾莉先询问戴米安的情统 确定她没事后拉着她快步离开 只留下卡赛及其小弟们愣在原地 这是戴米安第一次 看到艾莉这么生气 为什么呢 是怪自己给她添麻烦了吗 这么想着 松开了她的手 但艾莉却转身问她 刚才为什么不反抗 戴米安眼里的悲伤快要溢了出来 原来她真的在生我的气 戴米安绝望地问她 你是觉得我可怜才照顾我的吗 如果是就算了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这倒让艾莉急了 她慌忙解释 她并不认为她很弱性 相反她觉得她比任何人都要强大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强大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明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这一刻戴米安还是流泪了 还好艾莉并没有讨厌自己 所有的委屈在一瞬间爆发 看到男孩流泪艾莉慌了手脚 一遍遍地解释着 干脆和她拉钩定下约定 以后绝对不会讨厌她嫌弃她 戴米安真重地握住艾莉的手 从今以后永远牵着她 吃饭的时候也要坐在她旁边 艾莉又一次嘱咐她 以后被欺负时不要坐以待毙 一定要勇敢反击 不要自己胡思乱想 回孤儿院的路上 戴米安回想起艾莉说过的 以后一定会有人帮助你 到时候请相信她 就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么现在自己流着泪却很开心 大概就是幸福的感觉吧 昏暗的房间里满地倒着冰冷的尸体 男人正把低血的剑插回剑桥 此人正是正在寻找戴米安的修埃兹工具 因为情报有误 她不得不清理了一些杂素 现在该往下一个地区寻找 男孩发烧到49度 但她坚称自己没病 只是不想让女孩担心 回想起昨晚 戴米安差点被卡塞推进湖里 还好艾莉及时赶到 回来后她就化身委屈巴巴小奶狗 请求和艾莉躺在一张床上 不然就会做噩梦睡不着觉 可艾莉顾虑床态斩会挤到戴米安 但一看到男孩可怜的小脸 她就心软 看着躺在身边的男孩 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 艾莉非常欣慰 不禁打去道 我们这样躺在一起好像一对姐弟 可戴米安却说 我才不是你弟 可你今年才11岁 我13岁 不是弟弟是什么 听到这戴米安沉默 艾莉看着男孩一脸不高兴 还以为是她讨厌被当做小孩子看的 连忙安慰她 其实和你一起睡感觉特别温暖 这倒让戴米安瞬间流 结结巴巴巴的说我也是 两小只互到了晚安 都进入了梦乡 或许是有了艾莉的陪伴 戴米安在梦里和艾莉一起快乐玩耍 她发自内心地感谢艾莉 有你在我身边真的很幸福 但第二天戴米安却发起了烧 温度计已经暴动 男孩却强撑着 这让艾莉很是自责没能照顾好 她让戴米安好好休息 自己干完活就立刻回来陪她 虽然戴米安非常不想艾莉离开 却也只能乖乖听话不让她操心 艾莉打扫着院长办公室 她想等院长走后偷拿点要回去给戴米安 可今天院长似乎心情不好 看艾莉磨蹭样子就把她骂出去 原来孤儿院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 一直在亏钱让她倍感压力 院长看向了收藏着林立石的贵子 难道要卖掉这些宝贝换钱吗 她可舍不得 转头满脸厌恶地看向艾莉 她要不是小偷的女儿 肯定能卖一大笔钱帮自己还债 这是一个老师跑来向院长报告 因为休埃兹公爵会到每个收养孩子的贵族家里确认 是不是好友克拉伊德公爵的儿子 贵族们害怕遇到她 都不敢来领养孩子了 她按照院长的吩咐 散播了克莱德公爵的儿子在这里的消息 不久休埃兹公爵肯定会来 可老是有些害怕 要是被发现这是假的 公爵不会杀掉他们了 院长不屑道 公爵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 只知道是黑发蓝童 根本认不出来 而此时听到这场对话的哀 控制不住心跳加速 那个他期盼已久的男人终于要来了 他来拯救戴米安了 男人为了找到一部好友的儿子 把帝国翻了个遍 甚至每个领养了孤儿的贵族家 他都要去确认 是不是黑发蓝童的孩子 这天公爵得到陷阻 来到了戴米安之前的主人家 却被女人当作普通有钱人 打算偶才害你 眼看小命就要不跑 女人赶紧说出 他要找的孩子现在正在孤儿院 属下也在前几天收到信 说孩子确实在附近的神圣孤儿院内 与其说是孤儿院 但本质就是个买卖孩子肮脏交易的地 公爵一刻也等不了了 他当即向着孤儿院进发 而孤儿院院长还不知道即将大祸临头 得知公爵要来他却犯了仇 因为现在有几个孩子病 不能让公爵看到的是病烟烟的孩子 没办法院长打算忍痛卖掉一颗灵力石 给孩子吃点便宜要做做样子 没想到打开柜子的一瞬间惊呆了 有几颗灵力石不翼而飞了 这边爱丽照顾着高烧的戴米安 正打算去打点水给男孩擦脸 虽然烧得迷里糊糊 但戴米安还是黏着他不让他走 爱丽安抚着戴米安 本来他想着偷偷拿来一块灵力石 散发的灵力气息能让戴米安好受一点 可现在看好像没什么作用 男孩红彤彤的小脸无意识地蹭着女孩的手 爱丽瞬间被猛化 好不容易等戴米安睡着了 爱丽趁机跑出去打水 没注意到院长突然出现在身后 你在干什么 面对院长的质问 爱丽瞬间患上一副笑颜 戴米安生病了我在照顾她 没想到院长直接从她口袋里拿出了灵力石 那你也是为了戴米安才拖走这个的吗 爱丽作为穿越过来的人 这种情况丝毫不慌 她一副不知情的样子打着哈哈 还说这是她从卡塞那乱 院长也没那么好顾弄 这么不要脸 不愧是小偷的女儿 这句话戳到了爱丽的痛楚 院长一副得意的模样 正准备出手给爱丽一点教训 巴掌却打在了戴米安的脸上 原来关键时刻她挡在了爱丽的身前 男孩死死盯着院长 你要是敢打爱丽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因为是小偷的女儿 生命中的天使 在院长殴打女孩时站出来维护她 你要是敢打爱丽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男孩气势汹汹的样子 让院长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老师急忙跑来说 修艾兹冬爵马上就要到了 院长没想到会这么快 她让老师马上把黑发蓝魔的孩子 带去办公室 撂下狠话转身就走 爱丽却拉住她 院长戴米安呢 她也是黑头发蓝眼睛 你让我带这么一个病烟烟的孩子 去见公主 是存心想让我丢人吗 爱丽还想争辩 戴米安却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院长面露绩笑扔下二人走了 爱丽抱着昏睡的男孩下定决心 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家人的 这边公爵大人到了孤儿院门口 却只有几个老师前来迎接 公爵观察了周围的环境 这个孤儿院几乎与世隔绝 察觉到似乎有些不对劲 公爵直接问孩子在哪 见老师们支支吾好半天 公爵直接进去自己找 结果刚走到转角处 他就和一个小女孩撞个正着 此人正是爱丽 公爵蹲下向女孩道歉 并入眼帘的是爱丽清澈的绿色双眸 这让公爵微乐 爱丽装作不知她的身份 问她是不是来领养孩子 还热情地告诉她 五个黑头发蓝眼睛的男孩都在办公室 女孩活泼开朗的模样 有的是从安泰的注意 像她这样不害怕公爵大人的人以前也有 不过都是好久之前的事情 等到了院长办公室 孩子们一看到公爵就被吓得哇哇大 院长信誓旦旦地说 他要找的孩子一定就在这 公爵拿出存有那孩子凌厉的凌厉石 可石头没有任何反应 院长在欺骗她 当即吩咐安泰打了院长 院长眼见情况不对 但依旧坚称那孩子就在这四个孩子中间 可刚当那个女孩却说有五个孩子 公爵一个闪身逼近院长 手里的剑架在了院长的脖子上 说你隐瞒的那个孩子在哪 要是敢撒谎 我立刻杀了你 因为女孩的一句话 男人就把刀架在了孤儿院长的脖子上 只为找到固有失踪多年的儿子 而此刻艾莉也感慨万千 公爵终于要带戴米安走了 可经过这么多天相处 她居然有些不舍 她告诉高烧的男孩 戴米安 从今以后你不会再生病了 男孩还不理解她这话的含义 就看见一个陌生的高大男人 大步走进了房间 公爵如此激动的样子 让安泰感到意外 自从夫人去世后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公爵这 公爵先是看到瘦弱的戴米安 然后注意到旁边的艾莉 这不是刚刚撞到她的那个孩子吗 许是因为公爵的眼神过于探究 戴米安再次强撑着挡在艾莉前面 虽然身体摇摇欲坠 却还是警告男人 你要是敢欺负艾莉 不管你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你 就在这时灵力时突然有了反应 一股股强大的灵力涌现出来 公爵确定 他终于找到好友克拉伊德的儿子 此时戴米安突然晕倒 公爵解释是因为他在吸收被收走的灵力 对他增强体力有好处 艾莉一摸额头 戴米安果然退烧了 找到了孩子 艾莉看着男人 果然是和书里描写的一般气场强大 公爵看着忙着照顾男孩的艾莉 觉得这个女孩仿佛提前知道他要来一样 艾莉知道公爵城府极深不好顾 她小心翼翼地解释 是因为之前听院长提起过 你要找非法男模的孩子 那一共有五个孩子的事 也是你故意告诉我 艾莉承认了 公爵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带着戴米安来找他 艾莉有自己的考量 他想让公爵先在孤儿院里转一转 亲眼看看孩子们生活的环境多么乐利 所有的活都是孩子们自己干 老师们一到晚上还会跑去赌场享乐扔下孩子们 不管 女孩坚毅的眼神是那么的似曾相识 这让公爵微微一愣 这时院长被带了过来 公爵开门见山地说 我要收养这个孩子 接着他看向艾莉 旁边的这个孩子我也收养了 我要让他当我的儿媳 这个男人领养孩子也要满一字 不仅要带走一个男孩当儿子 还要带走旁边的女孩当儿媳 这下艾莉不淡定 这咋跟原助理写得不一样 戴米安以后的老婆应该是女主才对 但他看着男孩睡梦中还叫着自己的名字 也知道自己对戴米安也是非常不适 一想到他们不用分谈 心里还挺高兴的 但是院长不愿意 艾莉要是和公爵走 就一定会把他磕带孩子的事情 到时候自己肯定想命不过 院长直接向公爵揭入艾莉绅士 这个臭丫头是卑贱小偷的女 她妈妈就是在拉蒂奥奈国爵府偷东西的 原来艾莉的妈妈身为小偷曾经轰动过存云 因为他曾躲过层层警卫溜进皇宫 偷走了皇帝的针王 但一直没被抓到 直到后来在伯爵家被发现 最后在那自尽 院长费尽口舌 希望公爵能放弃收养艾莉 可公爵懒得听他说一个字 什么时候要你来教我做事 男人突然向女孩单膝跪地 选择权在你 你愿意跟我走吗 看着男人真诚的眼睛 艾莉提出了一个条件 请明遣散这里所有的老师吧 就算公爵收养了他和戴米安 剩下的孩子依旧会在这里遭受折磨 他希望公爵能惩罚这些不负责任的忙事 安排有责任心的人照顾这些夫儿 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当作伤品随意门 公爵很爽快地答应 这下院长彻底慌了 他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 被拖出去处理了 公爵办事雷利风行 艾莉也没想到他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这时公爵再次向女孩伸出去 你愿意跟我走吗 好 我愿意 虽然不知道公爵收养他的原因 但是能一直待在戴米安身边 让艾莉觉得非常安心 就一直守护他 直到他遇到真正的女主吧 一切都安排好后 艾莉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了 看着他生活了多年的孤儿院 艾莉由衷地为这里的孩子们感到高兴 他们终于能过上舒适平静的生活 平时艾莉照顾的那些孩子都出来送他 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告 看着女孩发自内心的笑容 公爵心里的那份怀疑也消失了 本来还以为这孩子是皇帝安插的眼线 但他能看到艾莉对这些孤儿付出真心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个女人身影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此时一直躲在树后面的戴米安被公爵发现 戴米安对这男人非常介意 你为什么要带我和艾莉离开 你想对我们做什么 公爵想收养男孩当儿子 可男孩却一万个不愿意 只因在他眼里大人都是狡猾且可怕 他之前身为奴隶沦为主人的王物 如今他绝不能让艾莉也遭遇不测 戴米安质问公爵 为什么要带走他和艾莉 实际上公爵是要让戴米安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 身为克拉伊德加的少年 他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虽然现在的戴米安看起来像一头凶猛的小兽 但等到他真正回到那个位置 就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艾莉说过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他一定要好好守护着艾莉 戴米安冲着公爵威胁 你不准使唤艾莉干杂 绝对不行 公爵都无语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要是敢欺负艾莉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戴米安料完狠话转身离开 留下公爵一人气的牙痒痒 这小子真是跟他亲爹一个样 只在喜欢的人面前讨巧卖怪 到了别人面前就张牙舞着 这父子俩怎么能这么行 回程的马车慢悠悠地行驶着 两小只依偎在一起昏昏欲睡 突然车窗外的动静惊扰了艾莉 成群的乌鸦目光阴森地立在光秃秃的树叉上 周围沉闷压抑的恐怖氛围让他毛补损 难道魔物已经遍布这里 这时一只乌鸦在窗外扑腾着 目光和艾莉对视了一下 吓得艾莉转头不去看看 不知过了多久 马车停在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外面 艾莉不禁感叹 真是太好了吧 可转眼就看到半空中盘旬的乌鸦 不由得一愣 管家早已等候多时 当他得知公爵顺便带了本儿媳回来时 只觉得离子 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却让艾莉误以为自己又遭人嫌弃 回想起以前被人收养的时候 刚开始也是对他百般疼爱 可得知他是小偷的女儿时 那种厌恶的表情还是让他伤透了心 而现在他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戴米安 对那些话也已经有了免疫力 可管家却话锋一转 您没有提前告诉我 我都没有给小姐准备服侍他的侍女 这倒让艾莉感到差异 他连忙说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他可不想让这些人以为自己是个麻烦者 这是安泰告诉公爵 家臣和那些旁系成员正在等着 看来戴米安被找回来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了 公爵虽然现在就收养了戴米安 但他们知道很久以后才真正成为感情深厚的家人 在这之前 那些家臣和旁系都是戴米安成长路上的半角士 艾莉绝对不允许戴米安有任何的审视了 女孩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房间 就连who my god 这奢华的装修精美的布置 以及十米宽的柔软大床无不体现着俩子 有钱 艾莉已经被深深震撼了 她转身想拉着戴米安一起 却看到四位侍女正等在身后 侍女长罗伊娜介绍 戴米安少爷正和管家大人在一起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您的侍女 小娜小姨和小莎都温柔地和艾莉打招呼 艾莉礼貌鞠躬回忆 她长这么大可是第一次被这么多人服侍 难免有些不自在 侍女们也被艾莉可爱到 一切准备妥当 艾莉要开始默奕 并想到自己这因为营养不良的身体要被看光光 艾莉还是有些害羞 但她还是决定大大方方地不要让侍女看不起 小莎询问艾莉有喜欢的芳香油吗 艾莉没听说过芳香油 洗澡只要有热水就够了 因为孤儿院里的水都太凉了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 艾莉以为是自己说错了我 是女长语气里带了一丝的怜悯 我们会努力找到您喜欢的芳香油的 也请您不要对我们这么客气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侍奉您 直到您对我们不耐烦为止 洗漱完毕 艾莉终于躺到了头上 明明有人帮她洗澡 却比她自己洗还要费时间 神清气爽的艾莉惬意地滚来滚去 却撞到了一旁熟睡的戴米安 剪了头发的男孩 看起来更加软蒙可爱 而此时的会议室内 秀艾兹家族的家臣和庞姓们 正焦头烂了 他们都对戴米安的归来 颇有意见 原本克拉伊德公爵死后 把自己的商团委托给了秀艾兹公爵 秀艾兹家族的人 在这十一年来运营着商团转的盆满光 如今让他们原封不动地 还给一个来历成迷的小毛海 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 特别是自觉 他绝不能让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走 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公爵赶到 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已经找到了克拉伊德的儿子 家臣们向公爵表示祝贺 却也直接问道 以后这孩子就是克拉伊德的家族 这当然不行 现在戴米安还小 没有能力承控家族 一旦现在就回到自己家 肯定会被那些族人啃的骨头都补上 公爵岔开话题 说他这次还带回来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 并且打算不遗余力地叫到他们 直到他们有资格继承克拉伊德这个姓氏为止 此话一出家臣们都不淡定 凭什么他们还要培养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 可强烈地反对并不能动摇公爵的决心 我已经决定收养他们了 并且到时候我会让他们结婚 原来公爵早就考虑到 为了霸占商团 这些人什么手段都会用上 想办法赶走戴米安 或者让自己家族的女孩和他成分 但只要自己安排好戴米安的结婚对象 那这些家臣们就再也无法霸占 原本属于戴米安的东西 女孩告诉男孩我们以后会成为夫妻 可男孩一脸懵懂不知道爱的含义 爱丽也不知如何解释 总之就是看见爱人会心痒痒 身体会像发烧一样热热的 心脏也会碰碰跳 戴米安猛然意识到 难道我对爱丽的感觉 就是爱吗 男孩紧张到不停打 慌乱躲开了女孩关切地问候 爱丽还以为戴米安是被吓到 捏捏男孩通通的小脸 戴米安支支吾吾 说自己只是太热了 没想到女孩立刻和她拉开距离 那我离你远一点 反正床也很大 戴米安瞬间失落 不行 她不想和爱丽分开 见男孩沉默不语 难道你是害怕自己像上次一样做噩梦吗 这话说到男孩心坎路 为了安索她不安的情绪 爱丽把戴米安轻轻揽在怀里 这样就不会做噩梦了 乖乖闭上眼睛 晚安 戴米安 在漫天星河的梦境里 依偎在一起的二人一夜好 可总有肮脏的野心在暗暗自生 子爵派出探子 打听到爱丽的母亲 曾是偷走了陛下珍宝的小偷 她笑了 一个来路不明的小毛 还和一个卑贱的小偷之女 可真是天生一对呢 这两个小崽子凭什么夺走 我辛苦打理了多年的伤痛 必须要把那个小偷之女除掉才行 一个恶毒的计谋很快诞生了 第二天一早 爱丽就被拉起来梳妆打败 今天是她和戴米安 面见元朗和家臣的日子 一身粉色长裙的爱丽 看起来更加甜静可爱 侍女们也被她的颜值征服 可爱丽却觉得被人服侍比以前更累 她坐在沙发上等着戴米安 此时子爵突然敲门败走 不顾侍女的阻拦强闯进来 满眼不懈地服侍着爱丽 浑身写着两字 傲慢 爱丽知道来者不善 脸上扬起笑容礼貌问好 子爵说她来是专门送爱丽小姐一份珍宝破领 这是一种名叫湛蓝希望的灵历石 数量稀少价格昂贵 而这正是子爵计划陷害爱丽的道具 既然是小偷的女儿 那就让大家看到她偷东西不就好了 男人表面笑嘻嘻 心里却打着鬼主意 一大早跑来献殷刑 要送给爱丽一颗闪瞎眼的灵历石 却又把侍女长支开 没了其他人在场 子爵瞬间暴露真面目 别看了 这不是你能觊觎的东西 爱丽无语 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 不过我这个人很大方 你想看让你看个够 她让爱丽看完交给旁边的侍人 说完自顾自地走了 爱丽一整个莫名其妙 这时侍女长告诉她时间不早该出发 爱丽起身准备出门 可子爵的侍女是有任务在身的 子爵让她找机会把灵历石放进爱丽的口 用来嫁祸她偷东西 侍女拿起石头握在手里 借口离开走到了爱丽的身边 装作崴脚顺势向女孩拖过去 混乱中把石头扔进了爱丽的口 动作相当丝滑 演技非常精湛 侍女长只顾着询问爱丽有没有受伤 而爱丽好像也没有发现一场 她走到女仆身边问她摔得疼不疼 还帮她拍了拍身上沾的灰尘 一切无碍后才出发去了会议厅 爱丽向家臣们自我介绍 我叫爱丽 却被嘲笑似的连姓氏都没有的平民丫头 戴米安非常生气 却被公爵制止 在她还没有能力之前 最好老是待着不要引起事端 这时子爵姗姗来迟 她一进门就提出 要给公爵展示一下那颗珍贵的灵历石 侍女却在耳边窃窃思语 她掌赏完以后没有还给我 言下之意就是爱丽扣娜 子爵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趁机说出了爱丽的身世 她的母亲其实是大名鼎鼎的小偷 此话一出家臣们瞬间炸了锅 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小偷之女在这生活 公爵了然于心 你可这给我唱大戏呢 谁知子爵更加得寸进尺 她提出要给爱丽搜身 抓她个人赃并活 男人为了霸占亿万家臣 诬陷女孩要把她赶出豪门 她先是安排侍女把珍贵宝石 偷放进女孩口袋 然后大庭广众之下指控女孩是小偷 还要对她进行搜身来的人赃并活 爱丽吓得瑟瑟发抖 她解释自己并没有偷宝石 可子爵非要现场确认 眼看解释无果爱丽只好同意 但是如果没有搜出宝石的话 要求给她道歉 子爵示意侍女去搜身 可是她在爱丽身上找了半天 都没有发现宝石的踪迹 不应该呀 明明都放进去了 侍女只好告诉子爵没有找到 这可把男人气坏了 她亲自上手去找 确实没有发现宝石 在场众人议论纷纷 开始怀疑子爵的指控是真是假 男人气急败坏 他用力掐着女孩问他把宝石藏满 待你安想上去救人 子爵的手却已经被控制住 是公爵 你在发什么疯 我看现在你的嫌疑才最大 说着就让安泰去搜子爵的事 子爵上一秒还问心无愧 可下一秒人就傻了 因为真从他身上搜出来了宝石 子爵白口默便大呼冤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真的不知道 但爱丽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虽然这块宝石重量很轻 但是在侍女放进他口袋里的那一刻就察觉到了 在侍女摔倒之后前去查看 顺便塞回他的口袋 又在侍女给他搜身的时候 把宝石偷偷拿出来 趁子爵自己来搜的时候塞进他的口 这两个笨蛋的一举一动 都在爱丽的预料之中 想陷害解 没门 因为这一出闹剧 子爵和侍女也迎来了自己惨烈的下场 爱丽不忍心看着于你 但是不狠心的话就无法自保 以后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之前那些讽刺过爱丽的家臣都有些后怕 纷纷跪下给女孩道歉 公爵暂时不追究了 正式开始今天的会议 之前说过要让爱丽和戴米安结婚 但是法律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 所以为了抬高爱丽的身份 公爵要找个家族收爱丽做养女 此话一出爱丽和家臣们都惊呆了 哪个贵族会收小偷的女儿做养女 女孩从小被各种嫌弃 被贵族侮辱霸凌 只因她是卑贱的小偷之女 如今却被帝国最尊贵的公爵领回家 成为她养子的未婚妻 甚至为了洗白她的出身 让她跳一个贵族家庭挂上姓氏 成为名正言顺的贵族千金 这时侍女有及时通报 阿曼塔男爵夫人的病突然恶火 男爵一听顿时慌了 急急忙忙告辞回家 爱丽只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儿子 她想起来了 阿曼塔男爵名下有一座小矿山 其中有一种矿物被制成了一把利解 在原著中戴米安就是用那把剑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在魔物肆虐的地区 武器就是金钱了 爱丽果断选择了阿曼塔男爵甲 公爵友情提醒 想要男爵接受她 靠刚才耍的小把戏可不行 爱丽猛的一惊 公爵是看出自己刚刚对付子爵的手段了吗 那她为什么没有当场戳穿我 是因为我帮她找到了戴米安对她有用处 如此说来 那公爵就是唯一认可自己能力的人 爱丽一脸坚定 我会证明自己的价值的 几天后 爱丽和戴米安一起来到温室花园里游玩 戴米安一眼就被蒲公英吸引 她看见满地盛开的鲜花 热切地招呼爱丽过来 这种花和你的发色好像了 爱丽笑得开心 指着旁边蓝色小花 你的眼睛就是这种清澈的蓝色 是不是很好看 戴米安看着爱丽 满脸纯真的笑 爱丽告诉她自己很快就要被收养 戴米安方忙问道 那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爱丽安慰她只是随了姓氏 不会和她分开 戴米安这才放下心 男孩甜甜的笑容是那样的迷人 一想到戴米安明天就要开始上课 俩人打算趁今天尽情玩耍 一起去玩捉迷藏 愉快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 转眼就到了黄昏 玩得尽兴的二人泪得气喘吁吁 正要往回走 小树林里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突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面前 梁小之丸的抄投入忘记了回家的时间 这时小树林里突然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就要出意外了 果然一个巨大的黑影闪现 艾丽紧紧护住戴米安 但想象中的危险并没有发生 只见一个女人瘫坐在地瑟瑟发抖 嘴里不停嘀咕着好害怕好冷 艾丽走上前去问她 奶奶你没事吧 看她的穿着不像是个英雄 艾丽打算先扶她回温室花园 可在手触碰到她时愣住 身体冷得像冰块 情绪又不稳定 贸然行动肯定会出事 艾丽热情地做了自我介绍 询问奶奶叫什么名字 可女人神志不清半天想不起 艾丽恍然大悟 难道她是得了罗曼病吗 这种病人会慢慢失忆最后变的世代 而且是不治之症 艾丽把自己的围巾给你们戴上 告诉她附近有个开满鲜花的温满地方 女人来了兴趣 艾丽和戴米安一起搀扶她回到了温室花园 女人的状态似乎好了很多 她对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树林里完全不见 正当她在那自语准备说出自己名字时 一个着急的男生传来 比艾拉 你怎么会在这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艾丽回头一看 男爵虽然嘴上责怪 语气却很温柔 可下一秒看向艾丽的眼神 却是愤怒和厌烦的 虽然我不知道您在打什么算法 但请您不要利用我妻子的病痛手 背比的手 艾丽有些冤枉 男爵这是误会她故意接近她夫人的 戴米安健壮立刻维护艾丽 麻烦你对艾丽说话时太独好意 善良的人是不会像这样凶巴巴的对待艾丽 戴米安的反应吓了艾丽一跳 她快速回忆起原助理的情节 以后男爵可是会成为戴米安的老师 现在戴米安可不能对未来的老师这么无理 艾丽赶紧阻止戴米安 让她不要这么紧张 见小少爷这么听艾丽的话 男爵又忍不住出言讽刺 这个小丫头真是擅长拉拢人心 但是她不吃这套 我是不会受您做养女的 还请您别再接近我夫人了 说完扶着夫人扬长而去 只留下艾丽实话在原地 她没想到男爵会这么讨厌她 可是讨厌她不要紧 连带着讨厌戴米安可不行了 艾丽劝说戴米安不要对所有人都心怀见悲 戴米安不懂 不是艾丽说要在别人欺负自己的时候勇敢反击吗 刚才那个人欺负了艾丽就等于欺负了我 我反驳回去做错了吗 看着男孩委屈巴巴的可能啊 艾丽不忍在责备她 戴米安刚刚才学会敞开心扉 自己绝对不能出而乏了 她开启夸夸模式 戴米安你做得很好 男孩这才开心的笑起来 戴米安只是不太会和别人相对 只要自己好好引导 她一定能分清各种情感的 为了以防万一 艾丽还是告诉她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阻止你的时候你就要乖乖停下 戴米安特别听话 艾丽觉得她更可爱了 就在这时侍女突然急匆匆赶了 大声呼喊她们的名字 女孩好心救了失忆的女 却被女人的丈夫以为她另有所 就连侍女也劝说艾丽离男爵夫人远一点 毕竟她一旦失忆的话 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不可控的事情 艾丽询问男爵夫人生病的原因 原来夫人年轻时还好好的 可就在她生下了儿子之后身体每况愈下 艾丽有些担心 难道这病就没有办法治好了吗 到了晚上 男爵还是忍不住抱怨了几句 明明安排了那么多的侍从跟着她 为什么还会自己跑丢呢 看着生病的妻子 男爵又开始自责 怀孕的时候有多期待 生完孩子后的日子就有多痛苦 这种病帝国根本无法抑制 夫人的情况越来越长 直到一次男爵在悬崖边上找到昏睡的妻子 她崩溃了 毕竟当初是男爵提出要孩子 可这却困住了比任何人都热爱自由的比埃拉 她如此平凡的失忆 是不是压根就想忘记这一切呢 看着愁容满面的丈夫 比埃拉试图安慰她 今天幸亏那个金发女还帮我 她还给我围巾 把我带去温暖的地方 不然我现在还在外面动得瑟瑟发抖 她真是一个善良的小天使 妻子发自内心的笑容让男爵呆着 她有多久没有这样笑过 比埃拉牵着丈夫的手 想和她明天一起去看看那两个孩子 然后和他们道个歉 好不好 虽然男爵觉得爱丽的善意并非真心 可看着妻子满脸的期待 她的心情却愈发沉重 沉默半赏还是点头答应 爱丽正对着戴米安的小脸疯狂捏捏 手感谈划就像棉花糖一样 见戴米安害羞的梦 爱丽拿起她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突如其来的亲密让戴米安大脑当机 这时侍女长来通报 阿曼塔男爵和夫人来了 两人一进门就鞠躬行礼 男爵对自己误会二位深感愧疚 特地登门道歉 这倒让爱丽有些不知所措 爱丽猛然意识到 男爵之所以在很久以后才开始专注于矿石 肯定是只顾担心夫人身体的原因吧 要是她能解决男爵的后顾之忧 那她是不是能早点做出戴米安用的利剑 爱丽接受了男爵的道歉 同时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听说罗曼病人很容易精神呼呼 周围的声音越大就越害怕 所以男爵大人 请你以后不要再对夫人生气了 只因妻子的一句话 男人就愿意跑来给女孩道歉 即使这个女孩是她非常厌恶的人 爱丽接受了道歉 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想陪男爵夫人一起散步 自己刚来这个地方 朋友也只有戴米安一个 以后戴米安要忙着上剑术课 所以自己希望和夫人在一起接姐们 每周见三次面就可以 爱丽此举是为了让男爵把心思放在矿山那边 好早点造出戴米安使用的剑 可夫人担心自己犯病的时候会拖累爱丽 但看着女孩真挚的请求 夫人愉快地答应 这天两人在温室花园里共进下午茶 爱丽讲述了自己来到公爵城的事 了解到了爱丽以前的生活 男爵夫人有些心疼 她握住爱丽的手 你以前过得很辛苦吧 虽然爱丽尽力表现出了不在意 但这温柔的关怀还是把她感动到 她笑着说不辛苦 孤儿院的孩子们都很好 那些作恶的老师也都被公爵大人解决 夫人有些意外 公爵可不是一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可是她把戴米安从孤儿院里解救出了 此时夫人欲言又止 她可能出于负罪胆吧 夫人向爱丽讲述了公爵身上的故事 修埃兹公爵和戴米安的父亲克拉伊德公爵 是在一场大战争中认识的 从此二人成为了至交好友 战争取得了胜利 帝国成功统治了拥有灵力的少数宗族 可就在修埃兹公爵凯旋归来的那天 她却带回来一个女人 她叫尤里亚 是个少数宗族人 修埃兹家族因为诅咒 族人世世代代代都患有狂躁症 而尤里亚能够用灵力治疗狂躁症 后来他们结了婚 婚后生活也是幸福美满的 可是使用灵力是有反噬的 三年后公爵又要出征打仗 尤里亚为了彻底消除公爵的祖宗 最终失去了生命 自此修埃兹公爵就封闭了新门 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只有好友克拉伊德公爵坚持不懈给他写信 两年后戴米安出生了 克拉伊德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修埃兹 公爵也重新振作起来 开启了关闭的城门 结果克拉伊德夫妇在赶去公爵城的路上 遭遇了皇帝的暗杀双双离世 这下艾莉终于知道公爵为什么会对戴米安产生负罪感 因为她觉得如果自己不邀请他们一家前来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艾莉明白那种心情 因为自己也曾失去过之妻 看着沉默的女孩 夫人还以为自己吓到了她 她抚摸着艾莉的头发岔看话题 我们这样相处 倒让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不过她年纪不小了 一直忙着处理矿山的事务 一听到矿山 艾莉瞬间来了精神 她想请夫人带她去矿山看一看 这个男人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只因她挖到了新的矿石却不知怎么开发 她恨自己没用 既不能让生病的母亲高兴 又不能让父亲认可自己 这时男爵突然出现 询问儿子项目的进度 她的反应说明了一切 男爵本想安慰安慰她 慢慢来也没关系 可杰里特却态度坚定 我会加倍努力 不会给您丢脸的 儿子疏远的态度让男爵一愣 安慰的话也就咽了回去 转身就撞上了艾莉 男爵惊讶妻子和艾莉怎么来了这 夫人知道她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 丈夫会不高兴 解释说想来看看儿子 这时艾莉已经被一把短剑吸引过去 看着她闪闪发光 艾莉很想摸一摸 她满含期待地看着杰里特 可以吗 却被男人直接拒绝 不可以 短剑很危险 艾莉瞬间失落 闷闷不乐的样子让男人有些不忍心 不过可以给你看看其他的东西 男爵刚想阻止 闭上一个眼睛才能好些 夫人看着两人愉快相处 感叹如果他们有孙女的话 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这时艾莉看见了一堆蓝色的矿石 杰里特赶忙警告她不能碰 因为这种特殊矿石一碰到人 就会变得十分坚硬 和人接触后还会附着在人体上 甚至会排出奇怪的物质 艾莉被吓到 简直就跟戴米安以前见过的怪物一样 只要碰到她就绝对甩不掉了 听到你还这么说 杰里特突然想起 这种怪物她小时候好像也见到 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骑士 看见路边堆放的矿物刚想摸一摸 就被旁人告诉这其实是一种罕见的物质模 故意闪闪发光吸引人的注意 一旦碰上就完全甩不掉 甚至能够钻进人体 这一发现让男爵父子激烈探讨起 艾莉很是欣慰 真是不枉她疯狂暗示 他们终于发现这座矿山其实是个魔物的老巢 接下来就要研究怎么用这种魔物制作武器了 艾莉正想得出神 夫人要来带她回去了 虽然没有和儿子说上几句话 但是能来看一看 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夫人对艾莉非常感激 这个女孩不仅对自己 对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就像是天使一样 因为女孩的卑贱出身 即使有公爵给她做后盾 也还是遭到了贵族们的嫌弃 好在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材质 另辟西境赢得了男爵夫人的喜爱 管家向公爵汇报艾莉的情况时 公爵倒觉得这个女孩非常激烈 这时管家带来了男爵最新制造出来的剑 用的材料其实是一种伪装成矿物的魔物 公爵对这一成果非常满意 可管家却说这多亏了艾莉小姐 是她下意识的一句话 才让男爵意识到这些矿石其实是魔物 这让公爵陷入沉思 当初她带艾莉回来 其实是怀疑她是皇帝的眼线 目的就是拉拢戴米安让她效忠皇室 如果调查出艾莉真的和皇帝有关 她一定会 可为什么仅仅做出警示 她的心情都会变得很糟糕呢 这时房间的门发出声警 管家立刻警惕地掏出匕首向门口靠近 可以开门却是艾莉 好险啊 明明只是想偷听一下研发进程 差点被发现 公爵询问怎么了 艾莉捧起一个袋子 我来给公爵大人送药 因为听侍女说大人您经常头疼 所以来给您送着头疼的药 管家直夸她体贴 那这要是哪来的呢 艾莉支支吾吾 总不能说是她装病的时候侍女给她的吧 艾莉岔开话题 管家大人你身后藏着什么药 管家飞快扔开匕首两手一摊 哪有东西 什么都没有 艾莉正要把药交给管家 却被公爵一把挪过 你来找我不仅仅为了这个吧 好家伙你也太敏锐了嘛 艾莉直接开门见山 她想重新选个家族做养女 公爵奇怪 男爵都快接受你了 你却要放弃 本以为公爵会拒绝 谁知她同意了 还问艾莉想去哪个家族 秀艾滋家族 我想让您收养我 她心里打算着以后长大了就会离开这里 所以就收留我一段时间吧 可男人果断拒绝 你想都别想 我最讨厌麻烦的事情了 特别是孩子 被拒绝得这么干脆 艾莉只好回了房间 看着艾莉送来的儿童药品 公爵有些好笑 这孩子居然妄图用儿童药来治疗嘴咒造成了头脑 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明明知道这孩子很有可能是皇帝的眼前 可为什么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在意她呢 女孩身为贵族少爷的未婚妻 却整天思考着如何跑路 艾莉盘算着剧情发展的时间 距离戴米安上战场还有四年 带女主回来是在她出征的五年后 她要在这九年里为自己谋条生路 虽然她计划着离开 但是对戴米安的培养还得继续 这天艾莉和男爵夫人结伴到训练场看望戴米安 因为艾莉在矿山的事情上帮了大忙 作为回报 男爵决定亲自来指导戴米安建树 不过艾莉有些担心 之前因为男爵对自己态度不好 戴米安就对男爵心存不满 为了以防万一 她决定先来沟通一行 没有受伤 只是有点累 听到这艾莉才松了一口气 抬头看见那几位陪练的年轻人 你们的训练强度这么大 可戴米安还是个孩子 难道是他们轻视戴米安 所以故意欺负他们 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到底有没有人欺负你我一看便知 大概是怕艾莉担心 戴米安忙说自己不累 难道你不想让我过来看你吗 怎么可能 戴米安瞬间化身委屈小猫撒娇 我都快累死了 但是你一陪我我就不累了 所以一定要来看我 梁小之的可爱模样 是一把用魔物矿石制作的弓箭 看起来十分贵重 可是跟弓箭相比 利剑在战场上才更常用 您说的没错 可是我们现在的能力 还造不出来利剑 如果是怀伯克的话 说不定可以 怀伯克是公爵城的工匠 造箭的高手 但却是个怪人 明明一个眼睛已经瞎了 另一个眼睛也要保不住 却一直拒绝医生的治疗 艾莉刚想追问下去 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问 就显得太过刻意 反正男爵也不会再透露 他还是自己调查怀伯克的事情 随后男爵和戴米安的训练开始 艾莉正准备离开 戴米安就跟了上来 他不想和男爵训练 因为男爵之前对艾莉的态度特别恶劳 他讨厌对艾莉不好的人 男孩对女孩爱得深圳 凡是说女孩不好的人 他都厌恶至极 男孩纯真的爱意 让艾莉非常感动 但同时又有些无奈 他安慰戴米安没关系 男爵大人是可以信任的人 他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戴米安对艾莉的话无条件地相信 乖巧的模样让艾莉爱不是谁 可以想到因为自己的身世连累男孩 让他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艾莉还是心疼不已 不过只要戴米安能变强 凭借实力得到修埃兹家族的认可 其他人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他 戴米安和男爵正激烈地切磋着 管家突然来到了训练中 今天是少爷第一天训练 他自然要来看看 没想到少爷应对得还挺不错的 艾莉向管家展示男爵送她的礼物 是用刚发现的魔物矿石做的弓箭 本来是想炫耀一下男爵对她的友善程度 可管家的反应平平 因为管家也是来送礼物的 身后藏着的那把弓 就是戴米安准备送给艾莉的 没想到让男爵抢战先机了 此时场上的对决突然停了下来 看来戴米安暂略下风 艾莉本想上前查看情况 却还是退回原地 因为戴米安总要长大 她要靠自己赢得家族的认可才行 男爵没想到 本来只是想切磋一下 不知不觉间竟然认真起来 虽然少爷的剑术很糟糕 但是他的洞察力和预判力却很拟败 明明在此之前就已经和骑士们训练很久 居然还有体力和自己打到现在 听说他以前做奴隶石和魔物厮杀 就是那时的经历造就了他们 戴米安一个猎气摔倒在地 虽然已经累到肌肉抽筋 但不屈的眼神依旧死死盯着男爵 您虽然攻击能力绝佳 但您的剑现在还保护不了任何人 在男爵的言语刺激下 戴米安哆哆嗦嗦站起身 满是斗智的眼神表达着自己此刻的坚决 却在下一秒被男爵打掉了剑 今天就到这里吧 该休息了 您现在浑身都是弱点已经毫无胜丧了 看着沉默不语的戴米安 爱丽忧心忡忡地握紧拳头 女孩眼里的关切恰好被男爵看到 她现在终于明白 公爵带爱丽回来的原因 男孩在和男爵的鄙视中惨败 现在的她还太弱 没办法保护心爱的女孩 爱丽害怕戴米安遭受打击 想上前安慰她 谁知男孩目光坚定 我会努力学习剑术的 我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人 爱丽先是一愣随即欣慰一笑 原来担心是多余的 这个男孩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 戴米安说她想要变强 是为了保护自己真实的人 爱丽叮嘱她呢要好好吃饭不能挑食 身体痒的背棒甚至可以一打十七哦 这天两小只在雪地里散个 戴米安学者爱丽哈着白起 真可爱赶紧捏捏 他们正要向前走去 身后的侍女却阻止了他们 因为她的嗅觉天生灵敏 因此闻到了一股令人作恶的臭物 随后她把两小只带到了一个 永远颜色水的湖边 这个地方叫赤湖 曾有不少人被她的颜色吸引而落水身亡 而且这片湖有魔力 所以没办法填皮 所以少爷小姐 你们绝对不能来这附近玩 听到了吗戴米安 爱丽小姐你也要答应我 爱丽不以为意 我又不是个小孩子 这时湖边的小木屋突然传来声音 哄的一声门被打开 一个戴着眼罩嘴角流着鲜血的男人突然出现 爱丽不助戴米安紧张地看着男人 正要询问来者何人 男人却拿着酒瓶猛灌了几大口 这时侍女向男人问好 好久不见 您还记得我吧 男人瞥了眼两个孩子 我好像跟你说过带小孩来这里很危险 侍女刚想解释 却突然捂住了口鼻 她已经被男人身上的臭味熏得快窒息 对不起怀伯克先生 我们这就离开 等等 怀伯克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不就是男爵大人说的那个造剑的高手吗 等回到公爵府 爱丽迫不及待地问着侍女 那个男人就是制造利剑的工匠吗 他是因为眼睛失明了才不造剑了吗 经过侍女的解释 爱丽才了解了事情 原来怀伯克的女儿掉进士湖里淹死 可她并不是在那以后消产的 而是在公爵夫人尤丽娅去世后 才染上了酗酒的坏毛病 因为尤丽娅夫人和她女儿年纪相当 在女儿去世后经常陪她聊天帮她走出阴脉 可尤丽娅夫人死后 怀伯克就开始戒酒消愁 也不愿意接受医生的治疗 侍女临走时还叮嘱两小只 以后千万不要去吃湖旁边玩 不过爱丽60斤的体重59斤的方 她可不打算乖乖听话 小姐千万不要去湖边玩 放心我一定不去 可爱丽就不是乖乖听话的性格 今天那个男人非常关键 她必须一探究竟 第二天一早爱丽就独自一人出现在了湖边 下巧看到一个男人从墓屋里走出来 此人正是来给怀伯克治疗的医生 医生正在向一位子爵大人汇报情况 他欺骗怀伯克说给他这眼睛 其实是用不漫漫毒瞎他的另一只眼 这样怀伯克就做不出承载公爵气场的力竞 等到修埃兹的军事力量日渐衰弱 到时候公爵城的一切就是昆帕尔加坟 魔法球内端的男人再三主妇医生 千万不能让怀伯克看到男爵发现的新况事 两人的阴谋诡计全让躲在树后面的爱丽听到 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男人抱着酒瓶宿醉而行 一开门就看见一个小孩蹲在湖边玩 怀伯克立刻冲上前去拉起爱丽 你不要命了吗 你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 本能的反应让男人大发脾气 谁知女孩丝毫不慌 反而一脸灿烂笑着和他把招呼 怀伯克问他来着干什么 爱丽举起手中的弓箭向他炫耀 这是我收到的领 是不是很酷 男人瞬间被那蓝色的箭头吸引了目光 目不转睛地盯着箭头 用矿石吸引男人的注意果然非常好 怀伯克想仔细研究研究矿石 就把爱丽领进了屋子 到处都是东岛西歪的酒店 环境的叫一个脏乱茶 爱丽思考着医生那火人的轨迹 他们想利用怀伯克的眼睛搞垮攻决斧 不能再让他的病情恶化下去 此时桌上一瓶药水引起了爱丽的注意 颜色这么诡异一看就不对劲 先带回去调查一下 怀伯克本想开窗通风 看见女孩略意思索 转身升起了火炉 爱丽和他闹起了家长 劝他少喝点酒 好好吃饭才能身体健康 迎接今后的新生活 怀伯克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话 他告诉爱丽以前他有一个女儿 可惜你死在了赤湖里 都是他这个做父亲的错 是他没有告诉女儿 鼓水危险才导致意外发生 这时女孩打断了他 那不是您的错 爱丽谈起了自己妈妈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我 妈妈可能就不会选择做小托 爱丽也因此自责过 可每当那时妈妈就会跟她说 这不是你的错 所以如果您的女儿看到现在的你 她也一定会想告诉你 爸爸 这不是您的错 因为女儿溺水身亡 男人一直陷入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直到女孩的一句话 让这个颓废男人重拾生活的希望 这不是你的错 看着眼前稚嫩的女孩 男人想起几年前 尤利亚夫人也和她说过一样的话 他们两人是如此的相似 天色见爱丽要回去了 她和怀伯克约定好 箭矢留给她研究一晚上 明天去找爱丽还给她 没问题 你住在哪 公爵城 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爱丽风湿地溜走了 怀伯克还以为爱丽是公爵城的侍女 她还准备好好研究这箭头的材料 谁知太过投入直接通宵到天亮 可惜这么快就要还回去了 她还没搞清楚这矿物材料呢 怀伯克已经很久没去过公爵城了 自己现在这副样子 要是碰到公爵大人岂不是很丢脸 当她忐忑无比地来到公爵城大门时 被两个守卫拦住了 打扮诡异手握箭矢看着不像好人了 眼看就要解释不清 此时男爵夫人比爱拉来了 好久不见了怀伯克 怀伯克倒是对这情况惊讶不已 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男爵 怀伯克你怎么会来这里 爱丽解释道 这位大叔是我的朋友 他对您送我的箭矢特别感兴趣 您也会制造武器 就想介绍你们认识交流一下 两个男人面面相去 怎么会这么巧 男爵大人有些怀疑地看着爱丽 爱丽赶紧岔开话题 询问怀伯克那根箭矢研究的怎样 话题一转到武器上 两个男人立刻专注讨论起来 爱丽一脸得意地笑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戴米安还以为爱丽是喝到热克可开心 贴心地把自己的杯子向爱丽推推 这么暖心的男孩子简直不要太可爱 两个男人正讨论到把矿石制成粒解 男爵激动地邀请怀伯克一起合作 但是看到怀伯克失明的眼睛 男爵很是惋惜 你的眼睛情况不是很乐观吧 你现在还是不肯接受治疗吗 怀伯克一头雾水 您在说什么 我一直都在接受治疗啊 迪埃伦博士甚至给我开了处方样子 这时怀伯克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今天他忙着研究忘了吃药 可是怎么比平时看得更清楚 难道那个药有什么问题吗 怀伯克神情严肃 男爵大人 我想拜托您一件事 这个男人口是心非 嘴上说着最烦小孩子 心里却总是对女孩格外在意 就连开会时也摆弄着女孩送她的头疼药 对家臣们的汇报直接敷衍了事 满脑子想着女孩的纯真笑颖 不怀好意的昆塔尔子爵准备告示 他为公爵献上了新制造的历解 一定会使用他家的剑 这样他就能霸占公爵成的武器制造力 可是公爵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转头询问阿曼塔男爵新矿物的研发进展 非常顺利公爵大人 据我所知你们只制造出了剑矢 可是骑士们都是用利剑的 你是打算用剑矢来打链吗 面对子爵的讽刺男爵只能忍气吞伤 公爵转头询问医生怀伯克的病情 昆塔尔眼神暗示着医生 医生回答他还是老样子不肯接受治疗 公爵沉思片刻 接过了子爵手中的剑 男人细细端向着 抚摸着锋利的剑刃 正当子爵欣喜若狂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侍女大声呼叫着医生 说是爱丽小姐滴了她开的眼药水一直喊 医生一脸懵逼 她没给爱丽开过眼药水 这时侍女拿出的药瓶让她大惊失色 这不是她开点怀伯克的药吗 这是她用赤壶的水制成的毒药 就是为了让怀伯克的另一只眼睛也变下 这药怎么会跑到那个臭丫头手 那丫头可是下一任公爵夫人 要是出了什么好歹她可就死定了 医生忙不迭地想要查看爱丽的情况 结果慌忙之中说漏了嘴 这可是对人体有害的毒药 等到她意识到说错话事已经晚了 满脸阴沉的怀伯克挡在她面前 你说这是毒药 医生本就是贪生怕死的人 眼看事情败露直接不打自招 我只是奉命行事 这都是昆塔尔子爵让我做的 子爵被这猪队友惊呆了 赶紧否认三连响撇清关系 谁知医生掏出了他们联络用的魔法球 现场播放了他们通话的录音 一直不在状态的公爵振下来了精神 他抚摸着剑院 眼神冰冷地看着昆塔尔子 瞳孔变成了嗜血的鲜红色 只有鲜血才能平复他此刻的狂躁 这个男人被吓尿了 因为正有一把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拿剑的公爵大人浑身散发着嗜血的气息 受到诅咒的他此刻需要剑血来平复自己的狂躁症 眼看公爵的状态濒临暴走 安泰怕他大开杀戒想上前阻止 这时怀伯克打断了公爵 向他献上了自己锻造的历劫 心里有些忐忑 毕竟自己十年没开过宫了 公爵大人不会嫌弃吧 谁知公爵早就期待已久 他手握这把历劫 抬手就秒掉了昆塔尔子 他吩咐怀伯克尽快完成新武器的事 男人看着公爵丝毫不怪罪自己 当即向他表明决心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安泰对这样的结果很满 既然见了血公爵大人的狂躁症 很快就能停息 可是男人身上的嗜血气息并没有消失 公爵把剑交给安泰就急匆匆跑了出去 他突然推开一个房间的门 爱丽看见公爵还笑着和他打招呼 男人闪身到他面前一阵猛疑 听说你眼睛进了奇怪的药物 现在还疼吗 看见女孩有些心虚的小表情 公爵瞬间明白了 原来这些都是爱丽设的局 爱丽也从公爵身上的血迹 看出他的计划进展顺 安泰一路追到了这里 连拖带拽药把公爵拉出去 看着女孩闭绿的眼睛依旧神采 公爵这才放心地出去 安泰拿出手帕让公爵把身上的血擦干净 大人真是让他操碎心 忍不住吐槽几句 小姐还只是个孩子 他看到您身上的血迹会害怕的 男人这才注意到手上的血 这时侍女送出来一个药品 这是您刚刚落下的 公爵把药品收了回去 宝贝试地捏在手里 这时公爵看着手帕问道 其他骑士平时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吗 当然不会了 公爵当即命令安泰 给他们每人发一条 让他们随时都能擦干净自己身上的血迹 这时他突然脑补出艾莉借用手帕时的情景 由于布料粗糙划破了女孩娇嫩的皮肤 这可不行 要选那种最柔软的布料 还要绣上好看的花纹 这样的手帕才配得上艾莉 分复完公爵潇洒离去 只留下两人面面相去 公爵大人这是怎么了 男孩小小年纪就会吃醋 心爱的女孩只是对别的小孩多看两年 她就心慌得不知所措 听到别人夸女孩漂亮 她就怒怒相识 艾莉的美貌也是你能觊觎的 这天两小只终于来到集市上来玩 热闹的街市很快就吸引了他们的注入 为了给以后自食其力做准备 艾莉趁此机会提前做些市场调查 她牵起戴米安的手 叮嘱他这里人多千万不要松开 戴米安却委屈爸爸 难道人不多的话你就不牵我的手了 艾莉对戴米安撒娇娇毫无反抗力 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一直牵着手 听到这样的回答戴米安才安心 俩个人手牵手走了一路 开启逛吃模式 戴米安一不小心脸上蹭了酱汁 这是一旁的侍卫及时递来手把 壮硕的大男人和轻心的小手把 话风完全不搭嘎 艾莉本以为是个人喜好 但她不知道这其实是公爵为了她所贴心安排 这是一个小瓶子吸引了艾莉的注意 老板看艾莉是个小孩子本来还不屑于招待 但触境女孩身后一大堆人的眼神 立刻转变态度现殷勤 原来这是有治疗作用的药水 虽然标价昂贵 但是效果微乎其微 艾莉本来还想送给公爵大人来 但想到上次送药片是她的表情 公爵大人肯定看不上这个吧 这时侍女说本地有个习俗 第一次外出的孩子要给家人买一件的 艾莉有些迟疑 她会喜欢我的礼物吗 路过旁边的首饰摊 艾莉注意到一副耳钉和戴米安的眼睛很像 这个她要果断拿下 这时小摊钱突然挤进来一家三口 看似是在挑选商品 可艾莉一眼就看到那个孩子正在偷东西 本来艾莉不想多管闲事 但未来她要在这里做生意 这种可耻的事情就绝不能发生 就把这个送给公爵大人做礼物吧 于是艾莉上前一把抓住人 抓小偷就要抓现行 同行的大人开始还帮着解释 说孩子年纪小不懂事道个歉就行了 可看到世卫凶狠的眼神后 男人便动起手来 开始撇清和孩子的关系 一副任人处置的态度 哪怕抓去做奴隶也可以 这下小孩慌了 明明是你们让我去偷东西的 说只要我按你们说的做就把东西还给我 还会给我满面包 男人健壮一把把小孩推倒在地 这下艾莉看不下去 这些人根本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一看就是利用孩子做坏事的坏蛋 被戳穿身份的男人气急败坏 竟也对艾莉动起了手 大家赶紧扶起艾莉 对着男人怒目相识 这下她可惨了 这个男人嫌命长 居然当机殴打公爵家的大小姐 如果眼神能杀人此刻 她已经死了那次 想跑 门都没有 被男人推倒的小孩正准备离开 艾莉递过来了一个绿色的水面 等一下 这个还给你 原来这是父母留给她的遗物 被坏人抢走后 挟迫小孩帮他们脱东西 艾莉帮她拿了回来 孩子非常感动 发誓一定会报答艾莉 得知小孩和弟弟妹妹们住在孤儿院 艾莉还给她买了一大包吃 如果以后你需要我的帮助 我一定会帮你 我叫格雷斯 听到这个名字艾莉愣着 这位男道就是原著中 豁出性命守护女主 圣骑士格雷斯嘛 小说里的格雷斯可是女孩子 不过她长得也确实好帅 见艾莉夸自己的长相 格雷斯有些害羞 可以旁的戴米安一脸不爽 你脸红个什么鬼啊 这边侍卫抓到了逃跑的坏蛋 侍卫害怕艾莉受伤也买来了药品 时间差不多也该回去 侍卫直接用胳膊夹起两小只 临走时艾莉把药品送给了格雷斯 对这位未来的女圣骑士到了生再见 将来戴米安就拜托你了 公爵办公室内 男爵和怀伯克已经用新矿物做好的例子 公爵相当满意 这时艾莉带米安回来了 艾莉向公爵讲述了出门的剑物 以及买回来的礼物 一副耳钉 公爵见状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考虑着一会去拿打个耳朵 带米安 这是专门给你买的 可你的眼睛很配哦 公爵动作一顿 内心受到了一万点的伤 带米安有些羞涩地拿出一条绿宝石项链 我也给你买了礼物 艾莉非常高兴 感叹他俩真是心有灵犀 全然没注意到一旁黑着脸的公爵 男人默默握紧了剑柄 怕他抱走的安泰赶紧拦住准备离开的梁小智 那个 两位没有准备送给公爵大人的礼物吗 当然准备了 艾莉信心满满地换出侍卫 向公爵报告他们刚刚查获了一伙频频作案的盗贼 艾莉向公爵解释 她也不知道公爵大人喜欢什么 所以就准备了这个惊喜 就当是为公爵大人分忧了 在场众人纷纷实话 蓝爵和怀伯克略带怜悯地看着公爵 不是说礼物吗 可这明明就是增加工作量了 想要一份小礼物怎么就这么难了 艾莉给戴米安擦着头发 今天和艾莉一起出去玩她特别开心 更惊喜的是收到了艾莉送的第一份领 可是也有小小的示弱 她不喜欢可爱这个词 她希望很帅气 就像今天遇到的那个孩子一样 艾莉明白了 原来戴米安是在对今天她夸了格雷斯耿耿于怀吗 这孩子已经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貌呀 艾莉赶紧解释 我还是最喜欢可爱类型的 而且你长得既可爱又帅气哦 出去玩了一天艾莉有些累了 戴米安问她身上的伤还疼吗 其实我是装到 在孤儿院里艾莉就告诉过戴米安 撒谎总比傻傻承受要好很多 她故意装出摔得很重的样子才抓到那些坏蛋的 这叫善意的谎言 所以戴米安 如果你有很想拥有的东西 偶尔想办法争取一下也是可以的 虽然不能做违背伦理的事情 但只要你想 你一定会拥有着世上的一切 只有一个 就是和艾莉永远在一起 为改变自己身为炮灰的悲惨秘密 女孩化身护草使者守护男孩的安危 竟意外被公爵养父带回家 成为男孩的小小未婚妻 但女孩打算未来功成身退后恢复自由身 没想到男孩却在她的关怀下逐渐依恋上了她 想和她永远在一起 艾莉正在练习射箭 男爵夫人在旁边连连夸赞 小姐真是非常优秀 艾莉坦言没想到男爵大人会送她这么好的宫姐 夫人则说艾莉太客气 我们都要成为一家人了 送您一份礼物算得了什么呢 艾莉呆愣片刻随即陷入层次 虽然她也渴望拥有一个有爱的家 但想起以前自己多次被抛弃的悲惨经历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说要和自己成为一家人 应该也是觉得自己对于他们来说有利用价值吧 艾莉表示自己会更加努力 不让男爵一家人失望的 可夫人告诉艾莉 家人可不是为了利益而形成的关系 珍惜彼此相亲相爱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杰里特恰好感觉 看见艾莉很喜欢这把弓箭的行为 毕竟这是她特意为艾莉精心制作的 她还热心地教艾莉如何射箭 这是艾莉向杰里特打听怀伯克大叔制作利箭的事 确实是在制作当中 但是要做的箭有几千把 助箭的人只有他一个 所以进度相当地缓慢 艾莉有些着急 这样的话没等箭做好 怀伯克倒是先泪堂了 抖神中艾莉手抖射飞的箭 她连忙跑进树林里箭 却在抬头的那一刻 看见了漫天盘旋着的乌鸦 艾莉有些紧张 毕竟这些东西光看着就很鬼 谁知一只乌鸦居然落在地上 只勾勾地盯着艾莉 这么看着更吓人了 艾莉抱着箭矢瑟瑟发抖 打算找准时机赶紧跑路 没想到下一刻 乌鸦居然变成了一个男人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小孩 你和那个铁锤关系很好 我听说她的眼睛是你治好的 男人问话的片刻又有几个乌鸦人讲 她说的是怀伯克吧 这么凶巴巴的不会是怀伯克的仇人吧 谁知下一秒男人上前握住艾莉的手 原来您就是我们老师的恩人了 艾莉有些懵 她还没完全消化男人话题的意思 但是她注意到男人碰触了魔物矿石做的建筑 居然平安无事 艾莉露出志在必得的笑容 她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女孩现在很慌 因为她亲眼看见乌鸦居然变成了男人 但女孩突然狡辖音响 她感慨这些人出现得相当及时 能够帮自己一个大忙 这是杰里特少爷感 看见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 她赶紧挡在艾莉身前 警告他们离艾莉远一点 乌鸦人解释他们对艾莉没有乐意 接近艾莉只是想报恩而已 毕竟他们感兴趣的只有强大的驻剑技术 因为他们种族的使命 就是制造出世上最厉害的武器 艾莉想到以前在书上看过 皇族拥有一把能清除邪恶之力的利解 就是由某一神秘宗族制作而成 难道这些乌鸦人就是那个宗族的人吗 乌鸦人说自从族长去世后 他们制造武器的实力就下降了 就在他们迷茫之时 偶然看见了怀伯克制造的劫 当即被他的实力所折服 从那以后就把他当做了老师 可没想到突然有一天怀伯克放弃了住截 这让他们非常心痛 还好艾莉帮他治好了眼睛让他重新住截 所以在乌鸦人看来艾莉就是他们的恩人 但艾莉没想到怀伯克压根不认识他们 称他为老师也是他们一厢情愿 这是杰里特打断了他们的队伍 艾莉小姐 您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吗 什么 艾莉懵了 难道只有她自己听得懂乌鸦人说的话吗 乌鸦人解释如果能与非人类的种族沟通 那就说明这个人拥有这个宗族的血脉 艾莉很疑惑 她只是个小小配角而已 按道理不应该有这种能力才能 虽然乌鸦人不会说人类的语言 好在能够听得懂 艾莉带着他们来到了怀伯克的小乌情 热情地为她介绍乌鸦人 她叫塔利姆 想成为您的学生学习助舰 乌鸦人们立刻凑了上去把怀伯克团团为主 见怀伯克一脸的怀疑表情 塔利姆准备露一手展示实力 她抱起旁边堆放的魔物矿石来到艾莉面前 我们可以做出比你手里的箭矢更厉害的武器哦 乌鸦居然可以变成人类 他们不仅可以抵御魔物矿石的伤害 还拥有制造武器的高超技能 为了获得怀伯克的认可并且成为她的学生 乌鸦人以惊人的速度用魔物矿石铸造出了箭矢 而且重量更加轻巧 怀伯克惊呆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制作出这么高质量的武器 杰里特也震惊不已 难道他们就是很久以前制作出圣剑的神秘宗族吗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了 怀伯克和杰里特对视野 两人同时冒出一个想法 他们拜托艾莉问了乌鸦人 愿不愿意给他们工作制作武器 一旦有了乌鸦人的帮忙 数千毛武器的任务很快就会完成 艾莉内心窃喜 完美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不过可不能这么轻易帮他们解决困难 乌鸦人问艾莉怀伯克有没有认可他们的使命 艾莉一脸坏小 当然认可 但是还差最后一遍 她让乌鸦人做出一副不愿妥协的表情 毕竟只有艾莉一个人能和乌鸦人沟通 想要让她帮忙 那得给点好处才行 傍晚时分 男爵夫人和杰里特在回家的路上 一想到逐渐的进度会快不少 杰里特就十分高兴 她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 真是多亏了艾莉小姐 自从她来了以后帮助他们解决了好多问题 所以她提议让艾莉接受商团的教育 以后她一定会成为杰出的事业家 只可惜她身上还贴着小偷之女的标签 以后还是会被人区别对待 杰里特想把艾莉的奇特能力告诉男爵 可这被母亲立刻制止 拥有这种力量的人拥有少数宗族的血脉 可少数宗族已经在战争中被灭除 那就只剩下皇族才拥有这种力量 杰里特震惊不已 夫人说艾莉的母亲曾在皇室宝物中偷走了一样东西 如果那个东西不是宝 而是皇帝的孩子呢 如果艾莉拥有特殊能力的事情曝光出去 很有可能遭到杀身之火 她交代杰里特一定要对此事报 因为白天发生的事情让艾莉太过亢奋 所以晚上她成功地失眠了 一想到以后可以接触到生意上的事 艾莉就激动不已 看着怀里睡得香甜的黛米安 艾莉不忍打扰 她偷偷跑下床想出去散散心 夜晚的风有些凉意 艾莉独自走进花园 却意外发现公爵和安泰也在那 艾莉正要上前 却看见安泰猛地举起立即 向公爵砍了过去 艾莉眼睁睁地看着公爵受伤流血 被这一幕惊在原地 帝国最为强大的公爵 居然被自己的副官刺杀 艾莉看到这一幕连忙冲上前去 质问安泰为什么要攻击公爵大人 安泰没想到艾莉会在这里 匆忙解释他们在训练 骗人眼睛都不眨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艾莉张开双臂挡在公爵面前 却被安泰告知 身后的公爵才是危险分云 艾莉缓缓转头 只见公爵周身散发着 阴沉恐怖的气息 血色的双眸正冷冷盯着自己 难道公爵的狂躁症又复发了吗 看见公爵满身的伤痕 看来是必须见血才能消除狂躁症 艾莉试探着伸出手握住公爵的手 不一会公爵的状态就恢复了正常 他问艾莉难道不害怕吗 艾莉摇摇头 如果您已经失去理智要杀掉我 早就肯定先伤害其他人了 因为诅咒的原因 公爵的伤口愈合得很快 他看见艾莉如此淡定的模样 好奇他是不是早已见惯了这种场合 艾莉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表现 太过成熟与年龄不服 他只好随口编了的理由故弄了过去 公爵也没在探究 只告诉艾莉最好忘了今晚看到的事情 那公爵大人呢 您不睡觉吗 公爵无奈叹气 我总是做噩梦睡不好 那需要我哄您睡觉吗 女孩的话让公爵有些莫名其妙 艾莉解释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 孩子们牵着她的手就不会做噩梦 所以她觉得要是陪在公爵身边 就不会受噩梦的困扰 艾莉原本没抱什么希望 没想到公爵真的把她带回了自己房间 公爵问她打算怎么哄睡觉 态度十分理所当然 好像一只大猫鸣 艾莉让公爵躺 拉起被子努力盖在她身上 说是录着胸膛会着凉 身体暖和才能产生困意 公爵嘴上抱怨着 还是任由艾莉把她裹成了一个粽子 公爵问艾莉都是哄别人睡觉 难道自己不做噩梦吗 我一直睡得很好 因为现实生活比噩梦更可怕 糟糕 又说出这种女年龄不符的话 艾莉解释她的意思是 现实要干很多活还要吃难吃的饭菜 绝对没有其他意思 谁知这时公爵突然提起了艾莉的母亲 因为每次看到艾莉 公爵总是想起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可以问一下你母亲的名字吗 男人身为帝国最为强大的公爵 居然需要小女孩哄着睡觉 艾莉正打算唱摇篮曲 公爵突然问起了她母亲的名字 艾莉有些紧张 因为母亲的小偷身份 一直是她心中的一根刺 尽管如此艾莉还是告诉公爵 我妈妈叫谢农 公爵有些许失望 果然还是自己想多了 闲谈中公爵说她有点困了 艾莉很是开心 自己的哄睡办法果然有 应该是我的身体觉得比起和女人天 还是睡觉更好吧 公爵的毒蛇毫不留情 却又在下一秒向艾莉道歉 道歉 今天让你看到了可怕的场景 还有我一直以来怀疑你的事情 艾莉有些小小的感动 但她不太理解公爵怀疑她什么 刚准备问却发现公爵睡着了 艾莉大着胆子戳了戳公爵的额头 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 祝您做个好梦 今天是神殿里的神官到孤儿院祈福的日子 格雷斯非常期待这种时候 因为神官们还会带来很多不激拼 意味着孩子们今天都能吃顿饱饭了 这时格雷斯看见一位有着绿眼睛的神官 难道他是艾莉吗 格雷斯激动地跑过去 却看见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他连忙道歉 解释说自己认错人了 因为他的朋友也有一双漂亮的绿眼睛 绿眸神官听了格雷斯的话后 立刻抓住了他的神 殷切地询问着关于艾莉的一切 等到夕阳西下 神官们结束了行程准备回神殿 奥布利这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他厌恶地擦着自己的手 万分嫌弃刚才与孤儿们的触碰 真是脏死了 没想到修艾莉的领地内 居然会出现绿眼睛的海 这让他有了很强烈的威敬 这时对面的神官发现奥布利的铜色 逐渐变成了橙色 是因为夕阳照射的原因吗 听到这话奥布利瞬间惊慌失措 他挡住了自己的眼睛 解释说可能是今天太累了吧 一回到房间他就猛灌下一瓶魔法钥匙 让谋色变回了绿色 好险啊 差点就露向了 这时父亲突然通过魔法球联系他 问他事情的进展如何 奥布利刚想把今天获得的 关于修艾兹公爵的线索告诉他 谁知父亲突然提到了公爵 找到了好友的爱 并且说为了养子 他大骂奥布利是个一世无成的蠢 事到如今都找不到接近公爵的方法 要不然公爵夫人的位置早就是他 原来父亲一直基于公爵的地位和才能 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前去接近公爵 虽说这是父亲的命令 但奥布利却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公爵偶然一次地出手相救 让自己与死去的公爵夫人更加相似 只要能永远待在公爵身边 就算是嫁给他的养子他也愿意 所以现在他的首要目标就是爱丽 他一定要抢走爱丽的位置 女孩虽然是孤儿院的孩子 却获得了公爵的无限宠爱 不仅亲自抱抱 还宠溺地把美食送到嘴边 就在刚刚 爱丽在庸人们的彩虹屁中大显身手 一剑射中了把心 被庸人们抛高高 爱丽小姐真的是太厉害 爱丽很是美滋滋 展示下腰射箭的独门绝技 这一切都被公爵看在眼里 他放下公物来到花园里 正好看到侍卫用胳膊夹着爱丽准备离开 爱丽和公爵打招 解释说自己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下 公爵沉思片刻 问侍卫是不是有三段儿子 是的公爵大人 那难怪不会抱孩子 公爵把爱丽抱进自己怀里 示范抱孩子的正确姿势 庸人们被这一幕震惊了 公爵大人居然亲自抱孩子 这时爱丽向公爵炫男爵送他的公 真的超级好用 谁知公爵听后委屈屈 只有别人送的好用 我送的就不好用吗 爱丽为安抚公爵 连忙说自己还是最最喜欢他送的公 公爵立刻眉开眼笑 夸他好眼光 然后抱着爱丽最前餐厅冲去 说他太瘦了得好好呼 一顿丰盛的午餐过后 爱丽被撑成了一个球 为了促进消化 他带公爵去了训练场 公爵以为他要学剑术 下一秒戴米安就跑过来 看到爱丽来他超级兴奋 要陪他一起吃午餐 道歉我已经试过了 戴米安瞬间失落 和谁一起吃的 和公爵大人 一旁的公爵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怒气 呵呵 这孩子还在拿我当对手 不过现在你还是太弱了 戴米安超稳屈 觉得爱丽以后不会再和自己一起吃饭 爱丽摸摸他的头 怎么会呢 我当然和你一起吃饭了 这时公爵突然凑上来 那以后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吧 爱丽非常乐意 这正好是戴米安和公爵搞好关系的好机会 戴米安不乐意 但是也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 到了晚饭时候 戴米安和公爵都迫不及待地给爱丽投食 这个超好吃快尝尝 这个味道挺不错来一份 还一脸期待地等着她的评价 已经塞下石盘点心的爱丽只想逃跑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所有人都看得出公爵对女孩很吃同 只有女孩一个人不这么认为 怎么可能呢 她只是逗我完觉得开心吧 这天爱丽正和男爵夫人学习编织神节 男爵夫人建议爱丽编一条送给公爵大人 可爱丽有些失落 上次送她礼物时也没觉得她很开心 她肯定不屑于收到我的礼物吧 这个神节不仅有着特殊的意义 还承载着您的真心 公爵大人一定喜欢 爱丽拿着神节十分纠结 自己变得这么丑真的没关系 这时安太看见爱丽 告诉她公爵大人要出门巡查领地 好几天都不能回来 公爵面无表情地叮嘱爱丽 我不在你不要惹事 爱丽一脸不服气 我才不会惹事 毕竟家里还有男爵夫妇和节里夫 公爵听后有些不高兴 你已经把他们当家人来看待了吗 她沉着脸准备离开 爱丽赶紧拿出了自己颠织的神节 公爵大人这个送给您 是我亲手做的 虽然不太好看 但是据说可以保平安 您要是不喜欢也没关系 爱丽话还没说完 公爵就一把拽走神节迅速带在自己身上 这个神节这么丑 我要永远带在身上以此来嘲笑的 爱丽瞬间无语 下一秒公爵的大手就俯上了她的头 骗你 神节很漂亮 谢谢你 临走时她还叮嘱爱丽照顾好自己 爱丽也很高兴 这是公爵大人第一次夸她 几天后 爱丽和戴米安是用新打造出来的武器 怀伯克和塔利姆前来迎接 塔利姆一眼就注意到戴米安 似乎对这个孩子有着很大的兴趣 她向爱丽询问戴米安的年龄 在得知她只有12岁的时候 塔利姆更是发出了赞叹 这时爱丽突然邀请他们去市场看看 但塔利姆已忙着制作武器为由谢绝了 突然她凑近戴米安 饶有趣味地盯着男孩 戴米安被她看得浑身发毛 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很快两小只就来到了热闹的市场 他们边吃边逛四处查看 突然间爱丽似乎感受到了不善的目光 这让爱丽感到不妙 她拉着戴米安准备先回到马车上 可突然一股腐烂发臭的味道传来 紧接着爱丽的手就被人抓住 她被强行带离了戴米安身边 在密集的人群中戴米安急忙呼喊着爱丽 奈何两个孩子太过弱小 在拥挤的人群中 他们逐渐消失在彼此的视线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居然发生了绑架案 戴米安急忙跑过来问爱丽也没有受伤 爱丽笑着说自己好了 却不小心露出了手腕处的伤口 戴米安瞬间心疼不已 这时绑匪突然大声求饶 说自己只是思念女儿太过急切 看到金发碧眼的小女孩 就以为是她失散多年的女 在场众人都很惊讶 看着男人与自己一样的金发碧眼 爱丽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个男人难道真是自己的父亲吗 那他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这是一个神官赶到现场 看样子与金发男人很熟悉 格雷斯也紧跟其后 看到爱丽双方都很惊讶 原来这个神官就是奥布丽 他说刚刚自己和格雷斯在街头巷尾 为那些流浪汉提供帮助 突然这个男人说自己找到了女儿 就匆匆跑开了 杰里特觉得这个男人很不正常 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上来 就想把爱丽带走 怎么看都说不过去 奥布丽辩解说男人只是私女心切 并没有什么 况且也没有证据否认 他们不是妇女 这件事凭什么由你来评讨 一直沉默的戴米安突然发声 他一脸阴冷地盯着奥布丽 明明受伤的人是艾丽 有没有错也只能由他来说 而不是你 奥布丽还想解释什么 戴米安没给他机会 你不是神官吗 先给爱丽治疗伤口吧 看着戴米安气势逼人的模样 爱丽很是欣慰 多亏了戴米安 他才能冷静下来 他不能被突然出现的男人 左右自己的兴趣 要发挥自己的强项 仔细思考才行 这时爱丽突然觉得伤口好痛 他想让奥布丽用神圣力 帮自己治疗 毕竟神圣力可以让伤口瞬间愈合 可奥布丽却已不能随便使用神圣力为由拒绝 不过我可以用圣水愈合您的伤口 爱丽有些失望 这些神官明明治疗其他贵族的时候 爱丽等 怎么到他这就搞区别对待 就在圣水将要接触到爱丽的一瞬间 戴米安突然挥手打翻了平 他把爱丽护在身后语气冰冷地质问奥布丽 你真的是神官吗 为什么你的身上散发着腐臭纹 心爱的女孩受了伤 男孩却故意打翻治疗用的圣水 只因他察觉到神官身上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腐臭 怀疑这瓶圣水一定有问题 面对戴米安的质问 奥布丽和刘加倍 他是察觉出什么了吗 突然他觉得男孩蓝色的毛子很是熟悉 猛然回想起在他购买魔法药水的黑市里 笼子里关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 那双充满敌意的蓝色毛子 也是这样盯着自己 原来那个被注射药物的实验体 居然就是克拉伊德公爵的儿子 怪不得他能察觉出圣水的不对劲 不过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又能拿我怎样 这时格雷斯冲上前指责戴米安好没礼貌 奥布丽神官可是他们孤儿院的恩人 可只有爱丽知道戴米安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但是奥布丽是神官 神殿又从属于皇帝 爱丽怕和奥布丽产生冲突的话会对戴米安不利 只是他不理解奥布丽的动机 以及那瓶圣水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时那个男人再次哀嚎 他的直觉告诉他爱丽就是他的亲生女 是女气得要揍他 你说爱丽小姐是你的女 那你说说你妻子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见面 结果男人一问三不知 他说妻子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真实名字 爱丽也理解他的说法 毕竟自己的妈妈是个神通 她是绝对不会向外人透露自己真名的 这时奥布丽提出 她作为神明的代理者可以通过圣水来确认亲缘关系 只要把两人的血液滴入圣水之中 就可以来判断两人是不是亲生妇女 为了让爱丽同意做亲缘鉴定 奥布丽开始疯狂劝说爱丽 甚至搬出了修埃兹公局 说公爵大人肯定也想看到你们妇女团聚 可爱丽瞬间抓住了他话里的漏洞 这个神官怎么知道我住在公爵城 明明他们今天是坐着杰里特的马车来的 路上也没有透露出自己的身份 这个神官果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睹 为了搞清楚原因 爱丽故作一脸的愁容 说自从神官们不再帮公爵城举行进化一生 公爵的病就愈发严重了 所以他恳请奥布丽给他一些圣水 让他能够报答公爵大人的恩情 缓解一下他的病情 在场众人都被爱丽的孝心打托 爱丽满眼期待地看着奥布丽 奥布丽气到咬牙却不好发布 原本他想拿捏爱丽 没想到居然反被爱丽掌握了主导权 女孩只是逛了个街 就遇到一个自称是自己亲爹的男人 可不怀好意故意接近自己的神官 双苍约定四天后在公爵家举行亲缘鉴定 侍女们非常自责 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失职才导致爱丽受伤 可爱丽怎么会怪他们呢 即使他表示这只是个意外 侍女们还是内疚不已 爱丽有些不解 不管是侍女们还是男爵一家 这里的人好像都很关心的 可自己只是个小偷的女 阴差阳错地来到公爵府 占据了原本女主的位置 她早晚都会离开的 为什么这些人要对她如此用心呢 不过现在不是感性的时候 她把今天遭遇一次亲生父亲的事 告诉了侍女长 侍女长很慌 现在公爵大人和男爵都不在 连个座主的人都没有 再加上公爵收养爱丽并没有签署文件 因此爱丽还是处于没有肩负人的状态 这是神官提出做亲缘 鉴定他们根本没有拒绝的理 她派人给公爵大人传去消息 让爱丽好好休息 等到其他人都离开 爱丽安抚着沉默许久的戴米安 问她是不是被今天发生的事情吓着 可戴米安却突然道歉 她把爱丽今天遭遇危险的原因 归结到自己身上 怪自己关键时候松开了爱丽的手 男孩愧疚的模样让爱丽很失心疼 她再三解释那只是一个意外 她希望戴米安不要那么自责 她出现导致原著剧情走向产生偏移 无论如何她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爱丽拜托戴米安帮她去拿热可可 自己则偷偷地写了一封信 她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小神官会知道自己的身份 以及她背后的神殿 甚至是皇宫到底对自己了解多少 与其座椅代币不如主动出击 爱丽修改了信封火器上的家族灰迹 就让这封信成为一个诱饵吧 戴米安拿来了热可可 两小只一起分享了这杯甜蜜 转眼四天过去了 看着富丽雄伟的修埃兹公爵府 奥布丽难掩内心的激动和贪婪 很快这里的一切就属于她 第一季 完结 一个女人用面纱遮住了你 通过魔法球联系神殿里的神官 告诉她们有人偷了神殿的圣水 对方刚开始还觉得莫名其妙 突然看守圣水的小神官收到了一封举报信 他们才得知圣水真的被人偷了 女人告诉她们小偷就在自己这里 让她们赶紧过来 做完这一切爱丽掀开了面纱 这个欢迎礼物够有诚意了吗 会不会给奥布丽神官一个大惊喜呢 公爵府外 奥布丽正和那个金发男人交代着 让她还像之前一样谎称自己是爱丽的父亲 事成之后想要多少钱都可以 原来男人的真实身份只是一个街头混合 被奥布丽找来只为实现自己的英勇 这时爱丽和戴米安来到公爵府门口 奥布丽先是询问了爱丽的伤口有没有恢复 接着她又向戴米安打招呼 可戴米安根本不理她 寒暄过后众人来到了会客厅 当奥布丽得知公爵大人不在家时 明显得很想 表面笑嘻嘻实则非常牢 她为了拿到真正的圣水不惜动用了黑魔法 费了这么大的禁结果公爵居然不在 不过这样也不完全是坏事 公爵不在的话 她想赶走爱丽也就更容易 奥布丽在豪华的会客厅内四处闲光 丝毫没有身为客人的拘谨和客气 是女长忍不住内心吐槽 这位神官怎么表现得 好像自己是公爵府的女主 这时奥布丽提出要给爱丽做亲缘鉴定 爱丽看起来有些胆怯 她想让奥布丽抱抱自己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一个短暂的拥抱过后 奥布丽划开了爱丽的手臂让血液滴近圣水 整瓶圣水瞬间变成了红色 接着轮到了金发男人 只要她的血液滴入圣水后变成一样的颜色 那就能证明两人是亲生父母 可奥布丽早就做了手脚 无论是谁的血液滴入其中 都会变成一样的颜色 奥布丽脸上得意的笑都快抑制不住 就在男人的血液将要滴入时 爱丽突然不小心打翻了圣水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奥布丽瞬间炸锚 眼看阴谋就要得逞 居然被爱丽坏了好事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费了多大劲吗 小孩子真的很讨厌 在场的人听后都很吃惊 看着大家都盯着自己奥布丽 才反应过来自己的试探 解释说自己刚刚有些激动了 既然圣水打翻了只有下次再检测了 这时爱丽突然提及上次 让奥布丽用圣水给公爵治病的事情 可奥布丽却说今天没带多余的圣水 是吗 可你的长袍里明明还有一瓶 爱丽的话让奥布丽瞬间警觉 她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因为刚刚的拥抱吗 这时爱丽凑到她的耳边轻声质问 我从来没说过我住在公爵府 而你却直接找到了这 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恶毒神官为取代女孩的尊贵地位 妄图制造假象陷害女孩 好在爱丽及时发现了奥布丽的不对劲 这个人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合 最关键的是戴米安在他身上闻到了腐臭味 天使般的神官身上怎么会有腐臭味 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神官 奥布丽没想到这么快 就被爱丽发现了怀里藏着的圣水 正当他想着怎么糊弄过去的时候 门外的侍从前来报告 说是又有一位神官大人找了 奥布丽顿赶不明 来的神官看起来十分着急 我们收到举报说有神官偷了圣水 所以就急忙打过来 神官一进门就静止走向奥布丽 让他把圣水浇出来 奥布丽捂着怀里的圣水连连后脱 要是被发现了他可就完了 他注意到爱丽探究的眼神 随即把矛头指向爱丽 他费尽千辛万苦才走到这一步 全被这个臭丫头被绞服了 奥布丽狠狠掐住爱丽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你这个恶毒的死丫头 突然他启动了黑魔法 扬言他要是见不到修埃兹工具 就要拉着所有人下地狱 在场的人都被这一遍不惊呆了 就连神官也拿他毫无办法 只有带你安冲了过去 挡在爱丽面前 此时的奥布丽已经变得阴森口 你是把这个臭丫头 当成新主人了吗 可惜现在你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去死吧 强大的黑魔法瞬间涌现 眼看着就要像两小只喜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 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 为他们挡住了攻击 是公爵大人 奥布丽也被赶到的侍卫 按在了地上 他挣扎着想要为自己垫及 安泰在他身上搜到了那瓶圣水 神官立刻辨认出 这就是神殿丢失的内部 那你来解释一下 你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 被公爵质问的金发男人紧张到不行 结结巴巴的说 爱丽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 公爵冷笑 如果他真是爱丽的父亲 刚刚居然任凭爱丽 被黑魔法袭击而无动于衷 公爵转头问爱丽 你觉得他真是你的父亲吗 我的意思是你想跟他走吗 说实话 爱丽只想留在这里 但是他可以选择吗 自己只是个小偷的女儿 有时候自己都会嫌弃自己 如果你想留下就留下 毕竟不是只有血缘关系 真的有选择的资格吗 有的 戴米安抓住了爱丽的手 无比真挚的眼神让爱丽微微一愣 只见男孩郑重的对女孩说道 爱丽 你不是个一无是处的人 公爵打开装有圣水的瓶子 从金发男人的头顶倒了下去 瞬间男人的模样就发生了改变 他用来伪装的黑魔法被圣水浸毁 男人慌了 说这一切都是奥布利指使他干的 而奥布利还在嘴里 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弗洛盖尔 听到公爵突然说出了自己的姓氏 奥布利愣住 他这才注意到自己沾染了地上残留的圣水 自己的脸已经变成了原本一样 直到现在奥布利才真的怕 他向公爵大声求饶 求公爵给他一个机会 可不会再有任何机会 看着奥布利被侍卫拖了出去 爱丽松了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因为戴米安的安慰 爱丽心里好说多了 可他看到公爵大人时又有些心虚 明明他让我老实待在家 我却惹出这么大的乱 公爵却牵起爱丽受伤的手 满眼心疼地看着他 长时间的精神紧绷让爱丽被点疲惫 他突然一个猎血倒在公爵怀里晕了过去 医生经过检查 确定爱丽曾经遭受过精神创伤 而且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这次终于到达了他的极限 公爵沉默了 这孩子以前表现出来的隐忍和坚强 原来都是被现实逼迫的结果 我真是个傻子啊 虽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公爵来到地牢 严刑拷打神殿里的神官 神官也交代是由于他们的疏忽 才导致圣水被偷走 造成这么严重的厚恶 为了补偿 他们会满足公爵大人的所有要求 既然如此公爵也不客气 他告诉神官们 过两日他会给神殿送两份领养同意书 到时候让他们乖乖盖章同意就好 在那之后还会再送一份结婚同意书 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神官犯了难 领养就算了 但结婚必须向皇室申报才可以啊 为了不激怒公爵 他们还是先假装同意了 就在这时公爵突然发动了魔法 只见几条泛着荧光的锁链套住了神官们的脖子 这时约定魔法 一旦违背了就会必死无疑 神官们这才发觉自己跳进了公爵挖的坑里 夜晚的草原寂静无声 只有艾力一人站在这里 我不是在公爵府吗 难道是在做梦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骚动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这时艾力突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在远处奔逃 这是魔物吗 突然那个身影注意到了艾力 他猛地停下脚步 直勾勾地盯着他 艾力瞬间紧张起来 同时他又觉得奇怪 明明是梦境 但他为什么觉得如此真实 这时艾力的身上突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自己这是怎么了 女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一只巨大的魔兽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 醒来后那种感觉依旧无比的真实 戴米安看到艾力醒来 立刻飞扑上去抱住他 艾力的突然晕倒把他吓得不轻 看着戴米安担忧的神情 艾力牵起他的手安慰说自己没事 睡了一小会已经好多了 可之前发生的一切还是让戴米安感到后怕 他怕自己没保护好艾力 怕艾力晕过去后再也不会醒来 委屈巴巴的小表情惹得艾力无限恋爱 你以后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好了 这么乖的小狗狗怎么忍心拒绝呢 放心 我以后绝不会再受伤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这时公爵也来看望艾力 询问他的身体状况 看着公爵语气这么和蔼 艾力还有些不适应 你已经事先发现那个神官的真实身份了吗 并不是 我只知道他是故意接近你 那多要一份圣水也是你的计划 艾力没想到公爵这么快就发现了 因为尤利亚夫人离开后 公爵的狂躁症就只有圣水能净化 所以他想为公爵大人做点什么 可现在看来还是自己太天真 对不起 以后我不会再惹出这种麻烦了 你不用道歉 公爵并不觉得艾力做错了什么 反倒是他不该让艾力看到自己狂躁症发作的意义 害得艾力一直牵挂担心他 那我还能留在这里吗 看着艾力可怜巴巴的小脸 公爵抚摸着他的头发 你之前不还说想当我的女 现在又想跑去哪里呢 男人虽然不善表达 但他的话却让艾力被他温暖 艾力心中涌起一阵暖 他和戴米安可以像个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地在这里生活 皇宫的大殿内 皇帝百无聊赖地听着大臣们议事 这种和平的日子让他感到枯燥乏味 他更怀念以前亲自挥剑杀人的感觉 距离战争结束已经15年了 虽然他坐上了皇位 但最想得到的女人却没能拥有 直到今天他都觉得无比可惜 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吧 这是一位大臣突然有失禀报 离卡尔弗勒盖尔伯爵想求见陛下 这正是奥布利的父亲 皇帝一见到男人就气到爆炸 这个蠢货居然指使自己的女 打着神殿的旗号去欺骗修埃兹公爵 弗勒盖尔伯爵还是皇帝的亲信 这件事情一旦败露 所有人都会认为是皇帝指使他干的 皇帝正思考着怎么和他撇清关系 皇后突然来到大殿 陛下 您发这么大的伙食发生什么事情 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情 皇后丝毫不在意皇帝的冷漠 走到他身边挽着他安抚情绪 弗勒盖尔伯爵不是说 克拉伊德公爵的儿子找到了吗 一提到克拉伊德家族 皇后就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母艺 仿佛真的在为公爵夫妇的意外死亡感到惋惜 皇帝无语至极 这个女人太会演 要不是大家对公爵的死因都心知肚明 她还真以为皇后是在为公爵一家而心痛 那皇室是不是应该帮那孩子把家族延续下去 听到这话皇帝急了 一个结婚对象 只要让他和皇帝安排的人结婚 那以后就算他继承了商品 一切不还是都掌握在皇帝手里 皇帝听后没开眼相 不愧是皇后想的就是周到 皇帝的夸赞让女人欣喜不已 就算知道皇帝和她只是逢场作戏 她也要把她牢牢地抓在手里 今早艾莉从床上醒着 可身边陌生的侍女让她愣了一下 新来的侍女解释以前的侍女们突然有事 暂时由她们来服侍艾莉 看着身边轰荡荡的床铺 艾莉突然有些伤感 习惯了大家一直在一起 忽然变成一个人感觉好奇怪 艾莉借口去上卫生间 实际上她悄悄来到了地牢 艾莉一进门就闻到了刺鼻的臭吻 只见奥布利浑身伤痕累累地趴在地上 被黑魔法反噬后的她如今已经奄奄一息 看到艾莉前来她费力地抬颈头 小美女 你是来看我的吗 艾莉开门见山地问她 是谁知道了戴米安的存在 那个人知道了多少 奥布利笑了 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没你的必要 我已经知道你是弗勒盖尔家的人了 原来在原著小说中 奥布利是随着原女主艾莎贝尔登场的人 为了嫁给修艾兹公爵不择手段做了许多恶事 皇帝参与了这件事吗 眼看自己时日无多 奥布利也都坦白了 原来皇帝并不知道这件事 都是她的父亲暗中操作 我为了能进公爵府现出了我的整个人生 所以我很高兴能在这里结束生命 不然奥布利从牢门中朝艾莉伸出手 她看着艾莉的眼睛难难自语 怪不得那个人总是很遗憾 这颜色确实怎么看都好漂亮 说完她就倒在了地上 女孩只是手上擦破了皮 公爵就心疼不已 走到哪都抱着她 生怕她多走两步导致伤口恶化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公爵大人 公爵丝毫不为所动 还趁机对女孩的脸蛋戳戳 触感不错根本停不下来 艾莉回忆着奥布利说过的话 皇帝应该还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但现在神殿也牵涉其中 所以她的身份迟早会暴露 看来得抓紧时间 筹集资金严正以待 这时公爵抱着艾莉来到餐厅 就看见了男爵父子正等候在此 艾莉正热情地打招 谁料两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齐刷刷地向女孩道歉 对不起艾莉小姐 都是我们的错 艾莉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是在为奥布利的事情 向自己道歉了 毕竟之前是杰里特带她去市场 才遇到奥布利 但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没关系的 你们快起来吧 可公爵却不允许艾莉这样轻易放过他们 你马上就要成为公爵府的一员 他们身为家臣没有保护好 你就理应受到处 现在把杰里特的头挂在城外吧 什么 艾莉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 她急忙扯住公爵的衣服大声阻止 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要了他们的命 看着艾莉祈求的小眼神 公爵没有丝毫让步 这下艾莉生气了 你不同意我就不吃饭 说着就挣扎着要从公爵怀里离开 见艾莉真的生气了 公爵只好答应放过男爵父子 艾莉小姐 真的太感谢您了 那您把我的侍女也放了吧 艾莉现在明白侍女们消失的真正原因了 他们肯定也被牵连受罚了吧 可艾莉舍不得他们 每天的朝夕相处已经让艾莉对他们产生了感情 一想到以后见不到他们 艾莉就特别难受 公爵看见女孩的眼泪瞬间心软了 她答应艾莉也会放了那些侍女 所以别哭了好不好 这时戴米安结束训练也赶来餐厅 艾莉一见到她就轻易地摸摸她的脑 见人到齐勒公爵说起了今天的正事 不久后艾莉就会正式成为阿曼塔男爵家的养女 等到领养手续一下来 马上就要准备艾莉和戴米安的婚联 皇室那边已经听到了风声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他们必须赶紧结婚 公爵一脸不爽地警告男爵 你们只是艾莉名义上的家人 他们结婚以后艾莉还会生活在公爵府 只有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人 一想到很快就会和艾莉成为真正的家人 戴米安的嘴角根本压不住 她终于要等到这一天了 等到神殿送来了领养同意书后 艾莉作为养女和戴米安正式拜访了男爵府 男爵大人还有哥哥 以后就请多多指教 但可惜的是 男爵夫人这天恰好身体不是正在休息不能见你 艾莉听后有些失落 一番闲谈后时间不早 两小只准备回宫爵府 这时艾莉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们乘坐的马车来的时候沾染了好多难以擦掉的泥土 艾莉看着杰里特手中奇怪的东西 居然是树皮 艾莉首次以养女的身份拜访男爵府 就看到一个神奇的东西 具有超强清洁能力的树皮 这个树皮来自于雷格尔树 只要一遇水吸收率就立刻被增 所以去污能力特别好 艾莉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这也太神奇了吧 雷格尔树原本是由戴米安的父亲 克罗伊德公爵送给休埃兹公爵的 公爵大人又赐给了男爵一步 才被杰里特发现了这个妙子 杰里特拜托艾莉宝木 要是公爵知道他这么用肯定会生气 艾莉答应了 同时请杰里特送他一些树皮 他要是能好好研究开放 说不定很快就能实现经济自由了 到了离开的时候 男爵父子都来送别艾莉 那就再见了哥哥和男爵大人 不对 既然都是一家人了叫男爵大人 未免太生疏 那称呼也得改变 就按照他的年龄称呼他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爷爷 男爵嘴角一抽 好像感觉哪里不对 怎么突然就差倍了呢 艾莉回到家只觉得疲惫 明明自己只是出去了一小会 怎么就这么累 而戴米安还要去训练呢 真是令人羡慕的体力了 正当她准备休息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 原来是侍女长和侍女姐姐们回来 小姐 感谢您特意求了公爵大人放我们回来 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 可艾莉却十分愧疚 她并不觉得自己对他们有着多大的增弃 反倒对自己一直隐瞒着身世 欺骗他们于心不忍 其实那天你们也听到了 我是个小偷的女 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是因为怕你们知道了就会讨厌我 但我现在不想骗大家 我很喜欢这 也很喜欢大家 但艾莉也清楚地知道 由于自己小偷母亲的所作所 公爵府收留自己就等于适合皇室作对 她又怎么能逼迫大家接受自己呢 艾莉小姐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您来这里的第一天公爵大人就告诉我 侍女们不想让艾莉有负担 所以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我们身为公爵府的一员 保护您就是我们英镜的侄子 我们会像以前一样陪在您的身边 直到您彻底向我们敞开心扉 艾莉被这番话感动到内奔 原来大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就嫌弃自己 对比以前被三次欺养的经历 现在的她真的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 这天两小只在温室花园里游玩 戴米安精心编织了一个花冠送给艾莉 戴米安我好看吗 嗯 艾莉你特别好看 他们快乐地玩耍着 直到一个陌生的身影突然出现 少爷 很高兴见到您 我是温提亚沙罗美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和您一起做个花冠吗 陌生的少女突然出现在公爵府 还自顾自地提出想和戴米安一起玩 这让艾莉和戴米安很是猛圈 女孩名叫温提亚 是克拉伊德公爵家族的庞系 既然是戴米安的亲戚 那艾莉也不好拒绝她的要求 可戴米安满脸都写着不愿意 但艾莉考虑得更多 如果因为这件事被克拉伊德的家臣抓到什么把 对戴米安也没有好 没必要因为这种小事引起矛盾 看在艾莉的面子上 戴米安不情愿地点头头 艾莉想叫温提亚一起做花冠 可女孩完全无视了艾莉 凑到戴米安面前献殷勤 少爷 这个温氏太美 您能给我介绍这里的花吗 被戴米安以自己也不熟悉为由拒绝 见温提亚依旧缠着戴米安 艾莉好心帮她介绍 却被她拒绝 不要 我就想听少爷给我介绍 不用你这个陪完的侍从插足 侍从 好家伙我居然成侍从了 所以她刚刚是故意无视我的事吗 艾莉无奈只好自我介绍 我是阿曼塔男爵家新收养的养女艾莉 温提亚得知后连忙向艾莉道歉 称自己刚刚误会 让艾莉不要紧 温提亚在温氏花园里四处闲光 突然她眼前一亮 一片艳丽的玫瑰花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迫不及待地朝那奔去 完全无视了艾莉让她小心些地善意提醒 恶不其然她一脚踢到了势头 华丽地摔了个狗卡 娇滴滴的大小姐瞬间大哭 好疼啊 疼死我了 戴米安被她好得烦了 提出把她送到医生那去 可温提亚说自己腿太疼根本走不了路 要扶着她走才可以 戴米安怕艾莉累着 无奈搀扶起温提亚 温提亚顿时眉开眼笑 真是谢谢您了小少女 温提亚小姐 一阵惊呼声突然传来 只见一个妇人把温提亚揽进怀里担忧地询问 您这是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这两人是谁啊 如母你别这一 他们刚刚在陪我玩了 是我自己乱跑跌倒才受的伤 艾莉觉得这个如母的态度很奇怪 明明他们才是客人 却对我们这么防备 如母不依不饶态度嚣张 这事可不能这么算了 你一个陪完的侍从 居然眼睁睁看着我们小姐摔倒 我一定要禀报公爵大人好好教训你 你要教训谁啊 众人没想到公爵大人突然来了 只见男人表情冰冷的质问头 你要在我的府邸里教训我的孩子们吗 这个女人上一秒还嚣张得很 下一秒就跪地磕头求原谅 只应看一个下人居然敢教训公爵的孩子 恰好被公爵抓个正着公爵大人求您饶碌 你要求原谅的人不是我 女人听后赶紧跪求爱丽和戴米安 对不起 是我冒犯了你们请原谅我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匆匆赶到 他正是温提亚的父亲沙罗梅子绝 他张口就斥责温提亚太不冒失 居然在公爵大人的花园里摔跤 温提亚委屈巴巴的解释 我是觉得红玫瑰和公爵大人很配 说着就施展魔法向大家展示摘到的玫瑰花 我听说去世的公爵夫人很喜欢红玫瑰 就想亲手摘一些送给大人 温提亚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完全没注意到公爵逐渐冰冷的脸色 都是我的错 求你们不要责怪容 求你们饶了他吧 女孩跪下向爱丽祈求道 楚楚可怜的模样 引得众人心生怜悯 爱丽冷眼看着温提亚的表演心中冷笑 搞得我们就像是逼着他们去死的罪魁祸首一样 要是现在我们继续不依不容 这件事肯定会成为别人攻击戴米安的把门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爱丽来到温提亚身边温柔的安慰 您别哭了 您之前把我当作陪完的侍从我真的不怪你 毕竟您不知内情误会了这很正常 是我的错事我没有考虑周到 爱丽言辞无比肯切语气无比真诚 让温提亚有些招架不住 爱丽握住温提亚的事 下次我们去摘更高处的玫瑰吧 您施展魔法这么熟练 应该很容易就能摘下来 您今天摔倒肯定是一时激动忘了施展魔法对吧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 温提亚没想到故意摔倒被爱丽看出来了 只能尴尬地打着哈哈 如母看出爱丽不好对了 赶紧以疗伤为由把她带走了 房间内沙罗没自觉大发雷霆 她对温提亚今天的表现很不满 眼睛那么拙恋 谁都能看出来她是故意摔倒的 如母想劝自觉冷静一下 却被自觉反手一个大逼动 还有你这家伙给我滚一边去 温提亚低声抽气着 今天被那个低贱的孤儿侮辱还被父亲责骂 她哪受过这种委屈 自觉无奈叹气 她告诉温提亚 他们家作为克拉伊德公爵家的庞性 一直生活在公爵的阴影之下 好不容易等公爵死了以为能翻身了 没想到所有的财产都被修埃兹公爵霸占 现在受些委屈不算什么 因为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是低贱的孤儿抢了你的位置 所以你必须把她抢回来 这也是皇帝陛下交给你的任务 只要你成功了 我们沙罗没家族将迎来无上的荣耀 温提亚沉浸在父亲给她画的大股中 没错 那本就该是我的才对 我一定要把属于我的位置抢回来 这对妇女天天做着离谱的白日梦 一个妄想成为未来的公爵夫人 一个妄图霸占商团的财产 为此沙罗梅子爵甚至请来了商团的最高负责人 也是已故克拉伊德公爵的恩师胡珀先生 试图通过谈判让修埃兹公爵同意放戴米安回克拉伊德公爵府 想拿捏住这位公爵继承人 而温提亚则听从父亲的安排去接近戴米安 在这碰见您真是太巧了少爷 可戴米安毫无反应静止从他身边走 温提亚没想到自己居然就这样被无视 直接伸手拉住他 少爷您刚刚怎么不理我真是好过分 不好意思你哪位 戴米安冷漠的语气让温提亚相当尴尬 我是温提亚呀 上周我们还在温室见过 戴米安想起来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少爷我这次是专门来道歉了 而且我也想扶您再清静些 说着就牵起戴米安的手 却被戴米安一把甩开 不要随便碰我 就在这时侍女长送来一张纸条 原来是爱丽有事出门 叮嘱戴米安好好训练 他一回就回来 戴米安看完会心一想 不顾温提亚的阻拦 静止回了训练者 虽然已经训练了大半天 但是只要是爱丽要他做的 他一定会完成 这可苦了陪练的事情 他们是真的累了 没人注意到一旁的温提亚 被人无视的感觉让他气到发疯 都怪那个陪完的事 我绝不会放过他 爱丽今天是来向塔利姆 打听开发武器的事情 可他居然还神秘兮兮的保密 还有雷格尔树皮的研究也结束了 他要怎么把树皮推广出去 才不显得刻意 就在爱丽规划自己 事业蓝图的时候 一旁的树林突然传出异醒 紧接着爱丽就受到了攻击 躲地不起 脚踝还受了伤 只见温提亚突然出现 他用魔法举起一块 大石头猛地向爱丽砸去 都是因为你 如果没有你 我才是修埃兹公爵斧的儿媳 好在爱丽及时侧身躲过 他冷眼看着温提亚 问他到底发什么颠 可温提亚哪里听得进去 他一心只想让爱丽去死 他用魔力驱动赤湖里的水浇在自己头上 想制造自己落水的假象 我会告诉父亲你是因为嫉妒 把我推进湖里 结果自己士足淹死 温提亚为自己绝妙的计划沾沾自喜 爱丽却被他蠢得直翻白眼 你的眼睛不疼吗 温提亚还没反应过来 就觉得眼睛一阵剧痛 他边毫边骂 你个死丫头做了什么 爱丽无语极了 关我什么事 这水碰到眼睛就会疼 不是你自找的吗 温提亚气到发颠 大骂爱丽这个低贱的孤儿抢走了自己的一声 是孤儿就很低贱吗 难道不是吗 我父亲说了 就是你们这种低贱的东西玷污了地物 你们都该去死 塔利姆 随着爱丽的一声呼唤 树林上空快速聚集起许多的乌鸦 诡异的氛围把温提亚吓到了 直接爱丽走到他面前居高灵下地看着他 你不该惹我的 温提亚 星金女为取代爱丽的尊贵地物 居然想伪造现场谋害爱丽 奈何人菜饮大的他损到不行 爱丽只是召唤出漫天的乌鸦 温提亚居然就吓晕了过去 这把爱丽整无语 还没开打怎么人就倒 公爵府的会议室内 沙罗梅子爵看向一旁淡定喝茶的湖泊先生 为了拿到克拉伊德家的财产 就必须把戴米安带回去 也不知道这位湖泊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会不会帮自己一盘 这时修埃兹公爵赶来 刚一落座沙罗梅子爵正准备发言 谁知作为会议的主角戴米安也来到了会议室 他礼貌鞠躬做了自我介绍 就静止坐在位子上不理会任何人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公爵忍不住复复 这小子离了爱丽完全就是另一副样子 沙罗梅子爵感谢公爵对戴米安的照顾 却被公爵怼了回去 用不着 我作为他的监护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沙罗梅子爵也不再绕圈子 直接提出要把戴米安接回克拉伊德家 还想要给戴米安安排庞西家族的小姐黎姨 你在说什么疯话 公爵毫不留情地打断她 以为一点都不关心这孩子之前过得怎么样 也没问过她都经历了哪些事 现在还口口声声为她好 不是疯话是什么 沙罗梅子爵倒也不锁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们只好采取强烈手段 毕竟克拉伊德公爵只是把商团留给了 而不是戴米安少爷 这句话把公爵惹火 你算了什么东西居然敢如此放肆 就在这时是女长突然闯进了会议室 大人不好 爱丽小姐和沙罗梅小姐都受伤了 戴米安瞬间有了反应 她第一个冲到爱丽身边 你受伤了吗 伤到哪里了 疼不疼 我没事的戴米安 这时沙罗梅子爵关切地询问着温提亚 爱丽看着这一幕非常无语 明明受伤的是我 她在那里装什么柔弱 温提亚扑进父亲怀里嚎啕大滚 仿佛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而沙罗梅子爵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斥责爱丽一直欺负自己的女 温提亚也配合父亲狂飙演技 在众人面前树立自己被爱丽欺负的无辜小白脸形象 爱丽无比欺负 这样对他们来说太不利了 就在这时公爵站了出来 既然你们先质问了我们 那我也来问问 你们到底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 看着公爵距离力争的样子爱丽愣住 她刚刚说 我是她的孩子吗 看到心爱的宝贝被人欺负 公爵立刻站出来维护爱丽 可绿茶女仗着有父亲给她撑腰 污蔑爱丽把她推进湖里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看着温提亚身上的红色水子 都相信了她的话 大骂爱丽手段残忍 沙罗梅子爵顺势要求公爵严惩爱丽 你就算马上砍了她的头 我也不解气 谁知下一秒就被黛米安泼了一杯水 少爷您这是在干什么 我把水泼到你身上 你的衣服只是有些水滋而已 你女儿说自己掉进市湖里 怎么身上也和你一样了 沙罗梅子爵狡辩 那是因为时间太长衣服已经干了 那为什么一个人掉进湖里 却只有上半身的衣服留有红色的印记 爱丽此话一戳 众人也察觉到了奇怪 怎么感觉温提亚小姐说谎了吗 她胆子可真大 居然敢在公爵大人面前颠倒黑白 一直旁听的胡珀先生也隐隐皱眉 面对众人的指责 刚刚还底气十足的温提亚瞬间慌乱了起来 她情绪崩溃口不择言 父亲说少爷身边的位置是我 可少爷一直被那个丫头捕获无数 我才想给她点颜色瞧瞧 沙罗梅子爵想捂她的嘴都来不走 公爵听后面色彻底阴沉 眼底冷若寒冰 气压低到仿佛下一秒就要撕了这对妇女 这个插曲让沙罗梅子爵的计划泡淡 丢尽脸面的妇女俩灰溜溜地逃出公爵府 但所有人都离开后 公爵查看爱丽受伤的脚踝很是心疼 你怎么每天都会受伤了 究竟要让我们多提心吊胆你才能满意 戴米安也特别难过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受伤了吗 看着她担忧的模样爱丽深感抱歉 连忙向二人认错 再三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但是公爵和戴米安已经不相信她 见爱丽真的伤心 公爵赶紧安慰她 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我只是担心 因为刚刚那种事以后还会发生很多次 在大家发现你的身世后 你往后的路会走得更加坚困 爱丽知道公爵说的是对的 那以后公爵和戴米安也会因为她 变得更加的辛苦吧 不过没关系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你只要相信我就好 不要做危险的事情去证明自己 大人的事情都交给我 你们要做的只需要尽情玩耍 憧憬美好的明天安稳入睡 那才是小孩子该做的事情 爱丽没想到公爵能为她做到这种地步 即使知道她的身世 公爵也选择接受她照顾她 这就是有爸爸的感觉了 爱丽看向戴米安 这个男孩以前对所有事情都不关心 斩断情念的她如今也处处为自己着想 爱丽不想辜负这颗真心 她轻浮上戴米安的小脸 戴米安 我会成为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也会成为你坚实的厚度 让任何人都无法伤害你 所以我们结婚吧 心爱的女孩突然向自己求婚 让戴米安没反应过来 她红着脸再三向爱丽确认 你是说我们会成为夫妻吗 是的 你不愿意吗 没有 戴米安连忙否认 从天而降的幸福感受 让她的脸红透到耳根 她紧握着爱丽的手 一字一句说着我愿意 公爵被戴米安讨好爱丽的功力折服 你可真会啊 我想那个人应该也会高兴的 爱丽疑惑 那个人是谁啊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推门而入 很荣幸能够再次见到大家 我是海伦胡珀 以后会负责辅佐二位 爱丽想起来了 在原著中克拉伊德公爵死后 正是多亏了这位海伦胡珀 商团才能正常运转至今 因此在确定戴米安资质的问题上 她比任何人都要认真 为此戴米安经历了非常严酷的考验 直到戴米安15岁上了战场 海伦胡珀才终于肯定了她 也就是说胡珀现在出现 就代表着她和戴米安的婚事 将要面临考验 爱丽忍不住内心哀嚎 我才刚求完婚考验就来了 这位可不像温提亚那样好对付 不过既然是公爵让她来的 就说明她并不会伤害我们 海伦胡珀作为克拉伊德家族 最为中心的存在 一旦能成为自己人 那不仅会对戴米安有所助理 也会成为我坚实的后盾 想到这爱丽弯腰行李 大人您好 我叫爱丽 以后请多多指教 第二天爱丽如约前来上课 却发现房间里堆满了玩具 和各式各样的甜品和典型 爱丽有些疑惑 琥珀先生单独让她来到这里 是要干什么呢 爱丽捧起地上的糖果栏 品尝着美味的糖果 爱丽小姐下午后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寒暄过后 爱丽看着严肃的琥珀有些紧张 她到底想要说什么呢 在我们开始上课之前 您可以给我一颗糖果吗 这个离谱的请求 打了爱丽一个措手不及 爱丽正准备拿糖果 突然意识到琥珀的要求 不可能这么简单 不能掉以轻心 自己从一个卑贱的孤儿 一跃成为未来的公爵夫人 她肯定担心 我会变得傲慢自大 或者精于算计 明明有这么多甜品 她却偏偏挑中 最不起眼的糖果 这一定也是考验之一 爱丽地上一份布丁 我还是给您吃这个吧 味道甜美口感松软 看起来很适合您的 爱丽亲切又不失礼貌的回应 我上了年纪 牙扣确实不好 感谢您想得这么周到 爱丽小姐 不用客气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糖果 想自己一个人吃 适当地展现出孩子应有的坦率 应该会让她放松警惕吧 琥珀抬眸看了爱丽一眼 笑着感谢爱丽 两人就在这种诡异的 安静氛围中品尝着各自的甜品 女孩上一秒刚求完婚 下一秒就跳出一个大爷 要对她进行考虑 借上课之名与爱丽单独见面 实则另有目的 琥珀想让爱丽饶过沙罗梅意见 因为沙罗梅家族 每一代都拥有强大的念念 可以使商团物资的流通保持通常 如果沙罗梅家族被追究死罪 一旦失去他们的帮助 那商团的运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爱丽知道琥珀的话很有道理 她不敢求公爵大人高抬贵手 所以来找自己求情 那样的话公爵大人说不定会往开一面 爱丽思考着要怎么样回复 才能让琥珀满意 可她的沉默让琥珀有了一丝不满 她纠结得太久了 之前发生的事情 是能看出这孩子思维灵活行动 但她现在居然会因为 这样一个小小请求就产生动力 看来我还是看错了人了 琥珀拿出一份文件递给爱丽 您如果同意原谅他们 就请在上面签个字吧 拜托您了 爱丽没再说什么 直接在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琥珀无奈感叹 果然还是个孩子 目的达成后琥珀起身到此 而爱丽则一脸期待地 问下次什么时候上课 她非常期待再次见面 看着爱丽天真无邪的模样 琥珀觉得有些可惜 虽然这孩子非常聪慧可爱 但是考验已经结束了 公爵听闻爱丽签字后有些差异 这孩子可不像是没头没脑的人 但确实是他自愿签字的 现在请您遵守诺言吧 原来这一切都是公爵和琥珀的笔记 他们约定如果爱丽在这份假文件上签下 那么公爵就要饶恕沙罗梅家族 当时公爵信心满满 他坚信爱丽一定不会莽撞的签字 但是以至此 琥珀觉得自己已经拟了 可公爵看着文件上的签名笑出了声 爱丽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琥珀你好像输给爱丽了 怎么可能 琥珀看着文件上的签名 确实是爱丽的名字没错呀 你仔细看看 他在后面签了克拉伊德 原来帝国规定签名后面要加上家主的签字 所以爱丽只要签下爱丽阿曼塔就可以 但是爱丽现在加上了克拉伊德这些后准 琥珀一旦接受了这份文件 那就意味琥珀承认了她是戴米安的妻子 以及戴米安是克拉伊德家的少女 琥珀听后访谈大悟 她不仅输了 而且输得彻底 早就告诉过你千万不要小看爱丽 爱丽笑盈盈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大人好啊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在见面 我都知道 琥珀很惊讶 没想到这孩子居然心思如此枕密 预判了她的预判 她输得心服口服 这样的人值得她尽心辅足 她再次向爱丽行李 海伦琥珀 以后会在您的身边侍奉你 爱丽笑了 获得了琥珀大人的助力 自己和戴米安以后的路就好走多了 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 自从爱丽成功获得了琥珀的认可 琥珀就作为老师尽心辅足爱丽 教授她各种课程 原本爱丽以为她会教自己 怎么当好一个女主人 没想到琥珀教的却是经济学 阶级等级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爱丽注意到克拉伊德商团 招聘了不少女员工 因为大部分女员工都有孩子 商团为了缓解她们的生活压力 专门制定了方案 爱丽很佩服商团的决策者 并没有因为这个世界女性的地位低下 而对她们产生天赋 爱丽一副欲言幼稚的样子 她提到以前有位熟悉的阿姨 在生完孩子后 对尿布的需求量很大 但是对于平民来说 一次性尿布太过奢侈 她只能用旧衣服做成的尿布 每天反复清洗非常辛苦 那些女员工应该也有这方面的烦恼吧 看着琥珀深思的模样 爱丽抓住机会引入话题 向琥珀介绍了 在男爵大人家发现的雷格尔树 这个树的树皮吸水性超强 使用以后表面依然非常干爽 正好可以做成尿布之类的东西 琥珀深受启发 很快与杰里特商议研讨 用雷格尔树制作出了尿布的样子 取名为干爽宝 在商团内部进行了小范围的使用 不仅刚出生的小宝宝可以使用 也给特殊时期的女性和年迈的老人提供了便利 收获了超多的好 投放市场后很快获得了认可 琥珀告诉了爱丽这一喜讯 夸赞她的提议真是绝妙 这时爱丽再次提出自己的想法 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出售给商团的职员们 并且给玉林的女性和加油宝宝的职员们 每月提供一定数量的干爽宝 这也是爱丽的私心 因为在这个世界中能外出工作的女性病人 大多数都是家庭主妇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那些客服一样眼光走出家门工作的女性就格外勇敢 而爱丽的提议就是在为她们谋求最基本的福利 琥珀非常赞同这个想法 这样一来想来商团工作的人就更多了 可爱丽的想法还不止这些 几天后 爱丽和杰里克来到了孤儿院 以克拉伊德商团的名义捐献了资金和干爽宝 爱丽非常感谢杰里克陪自己做的一起 幸好有她自己的计划才能顺利进行 爱丽回想起自己还在孤儿院的时候 那些年幼的孩子因为缺少关爱 夜晚惧怕黑暗的她们经常会尿床 她们也只能在第二天用自己的小手把背来洗掉 而女孩子长到青春期则会被赶出孤儿院 因为每月的特殊时期会增加孤儿院的支出 爱丽捐赠这些物资不单是出于善意 也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对商团有个好印象 长大之后能够帮到商团 这是一个声音喊住了爱丽 原来是格雷斯 女孩给孤儿院送物资 正好碰到了格雷斯 可格雷斯看到爱丽就内疚不了 因为是自己擅自把她的情况告诉了假神官奥布尔 害得爱丽受伤遭遇危险 可爱丽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也多亏了格雷斯 她才能比原作中更早解决掉奥布尔 避免了更多人的牺牲 她到处哭泣的格雷斯安慰着 这些事并非出自你的本意 所以不要再愧疚难过了 很快到了离开的时候 在回去的路上 杰里特问爱丽要不要回神圣孤儿院看一看 爱丽想想还是拒绝 虽然她很想回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他们的处境 等到她有方法能让所有人都变得幸福时 她一定会回去的 甘爽宝正式开始推向市场 很快就赢得了大量的好评 爱丽满意地看着报表 而公爵则把她抱在怀里 往她的嘴里塞着零食 杰里特每周都会向公爵汇报售卖情况 而她则和湖泊以上课为由一起来听 爱丽正沉浸在巧克力的丝滑美味中 突然想起最近大家都说她胖了 公爵则戳戳戳她的小脸 哪里胖了 再吃一个 这是湖泊和杰里特了 爱丽热情招呼他们 杰里特刚一落座就汇报起了甘爽宝的售卖情况 不管是市场还是商团内部 购买率都一直在上涨 特别是爱丽提出的免费试用的方案 让很多试用满意的顾客再次回复 这时杰里特有事想告诉公爵 但是他一见到公爵就紧张的毛病又犯了 爱丽为了缓解他的紧张 递给他一颗巧克力 我每次吃了这个就会活力满满 所以哥哥也吃上一个加油吧 爱丽的贴心举动让他非常感动 正准备接过却被公爵半路拦截 直接塞进自己嘴里 细细品尝后露出满意的威想 真甜了 爱丽好气 明明不喜欢吃甜食为什么要想别人呢 杰里特健壮不敢耽搁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想提高长期购买率 还要向其他地方进行捐赠 比如学院 向学院里的学生们捐赠 他们适用以后满意的 成人之后就会成为我们的消费者 爱丽对杰里特的想法非常满意 公爵也让他放手去过 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话就要接受惩罚 爱丽拿起一颗巧克力主动喂到公爵嘴边 感谢他同意杰里特的提议 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您会赏脸的吧 难得爱丽这么主动对她示好 公爵欣然接受 这时胡珀提醒公爵 我们差不多要开始准备少爷和爱丽小姐的婚礼了吧 如今皇帝那边也听到了传闻 为了防止意外 他们要抓紧时间让两人成婚 可是公爵有一种自己家白菜要被别人拱了的感觉 闭脸的不乐意 他低头询问爱丽的意见 可爱丽对婚礼表现出了满满的期待 我那么喜欢戴敏安 一定要和她结婚了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戴敏安这个喜讯 看着满心欢喜的爱丽公爵扎心 女儿真是白痒了呀 我对她这么好 她居然头都不回地走 公爵只能把气撒在无辜的杰里特身上 杰里特心里默默哀嚎 爱丽小姐求您把我也带走了 自从确定了爱丽和戴敏安的婚礼日期后 整个公爵府的佣人们都忙碌了几个 而爱丽也随着婚礼的临近变得有些紧张 虽然自己只是走个行事而已 但还是免不了心情忐忑 最主要的是 爱丽最近很少能见到戴敏安了 以前至少还能在一起吃饭 可随着胡珀大人给戴敏安安排的课程越来越多 连这点相聚的时间也没有 所以只有在每天睡前才能见一面 但戴敏安每天凌晨就要起来上课 爱丽也舍不得耽搁她休息的时间 虽然很理解胡珀想培养继承人的心情非常迫切 但戴敏安才11岁 也需要放松和玩耍的时间了 为了戴敏安能够劳仪结合健康成长 爱丽果断翻窗出头 她要去找戴敏安 男孩正聚精会神地认真听课 其优秀的学习能力让胡珀都不得不赞叹 专注力和理解能力真是非同一般了 但当她提到关于爱丽的任何事情时 戴敏安就会立刻转移注意力 目光如野兽般警觉地盯着她 如此地在意爱丽 真不愧是克拉伊德家族的后代 克拉伊德家族的历任家主 都是对妻子无条件服从的蠢气狂谋 他们对待敌人时冷酷无情 但面对妻子时就会将这一面完美地隐藏起来 胡珀估计爱丽不知道戴敏安的另一副面孔 毕竟在爱丽面前 戴敏安永远都是温柔乖巧的小男孩 也多亏了爱丽小姐 她不仅发现了克拉子爵的阴谋和沙罗梅家族的截恋 还非常具有商业头脑 但是胡珀现在还不能完全信任爱丽 毕竟以后的发展才更重要 这是一位侍女来找胡珀有事禀告 在胡珀离开后 戴敏安望向窗外 不知道爱丽现在在做什么呢 每日睡前的短暂相聚并不能安抚她对爱丽的思念 好想待在爱丽的身边 谁知下一秒爱丽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窗外 心心念念的人突然出现 让戴敏安十分惊喜 看着女孩灿烂的笑颜 男孩的心跳乱了节奏 难道你听到我的心声了吗 爱丽抓住戴敏安的手 快跟我走 等下胡珀大人要是发现 是女士故意引开她的就晚了 戴敏安不知所措地跨上窗台 我们要去哪里 当然是去玩啊 梁小只来到树林里 看着茫茫的白雪 戴敏安不知道爱丽的用途 只见爱丽搓出一个雪球 冲着大树砸了过去 我们一起玩打雪仗吧 爱丽还贴心地给戴敏安戴上手套 戴敏安觉得爱丽身上 有股神奇的魔力 即使她明明就在自己身边 自己也一刻都不想与她分开 好想就这样 比她一辈子永不分离 男孩的眼神温热 她还不知道这种内心的悸动 就是爱情 突然一个雪球落在脚边 拉回了她的思绪 戴敏安被吓到了有些吻屈 爱丽笑着哄她 梁小只就在这广袤雪地里 打起了雪仗 树林里回荡着阵阵欢声笑语